《孔子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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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就进到孔子的生平 因为我已经上过一门课 而且在网路上 也出了书课讲到孔子 然后冒号是两点 社会学的研究 为什么叫社会学研究 因为我跟其他念文学人 跟念历史人不太一样 我有我强调的地方 所以这堂课 那个竟然已经是一门课 讲一笔,这还丰富 所以这里显然只能够 非常简要的说明 大概就跟其他的 我们要讲的差不多 叙事架构上面 我们在讲佛陀的时候 有所谓的四项成道 甚至有多少 孔子也差不多 但是我们现在最可靠的地方 我们能依赖就是实际的孔子世家 前幕在2000年的时候 说司马迁的孔子世家 司马迁就写实际的人 选材料不谨慎 真柔杂味 恒敢批评司马迁 这个我没办法 我不是赢得这个 编判才要重复 次序颠倒 后人不断加以改进 又后人序为孔子作新传 或是之贪图无业 或是之审核不经 终不能与释迦在别程 一恰当人心之新传 那这个秦老师书 就至少只是一个 你一本这样 我最近 买到一本书 我把它看完了 这就是 至首先是孔子 这是中国大陆的实际的专家 张大可教授 跟他率了一个学生 把孔子世家做得很详细的 这个 读解 跟这个说明 还有一些有争议的地方 他有说明 本来这也是我的孔子传 要做的东西 那我看了一下他写的 我觉得我还是有补充的空间 我还是会写我的孔子传 书名可能不叫这个 书名可能叫 与孔子同行 好 那这个此季以外 还有孔子嘉宇 刚刚讲过 还有孔子年谱 孔子年谱 大概比较早编的是宋朝人 宋朝人编孔子年谱 如果不根据神世家 还有什么可以编的呢? 你不可能发现 在那个时候 也没有发现什么新的材料 你也没有参阅的技术 都不可能 所以在孔子年谱 大概能相信的很少 等一下你看孔子世家里面 就没有多少具体的年代的资料 他只讲了几个 就是很奇怪的年代 他不是说他十岁的时候 二十岁的时候什么时候 或者孔子说十六五至于学 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 不是的 孔子世家长 十七岁的时候 二十几岁的时候 三十几岁的时候 那什么逻辑 我都不太懂 还有孔子圣基图是明朝末年 这是因为像佛教的那种 连环图画故事多了以后 就来仿造一个孔子的这种圣基图 佛教这个我上次说过 有叫世事渊流 或者叫做如来印画世纪图 孔子圣基图大概就这样 大概有几种故事 几种格 一种是二十格 用二十个漫画故事 来讲孔子的故事 一生的 有三十六格 有三十八格 还有一百零四格 我现在根据的是一百零四格的故事 我就在写 我现在目前写到三十几格 这样 要写书不容易 写完以后 第一个我还是把原来的文字 要看清楚 那它有些有错字 拿它去找相关的文献 原来的文献 那这个你可以 孔子圣基图 我有非常详细的一个表格 你可以上网去看一下 我就在这里就不说 跟佛祖的四想成道 八想成道那种一样 那年表也参见讲义 这是从 主要从钱穆先生的书里面弄出来 你上台北孔庙的儒学文化网 好像是 也有一个类似的年表 但有些资料 有些年代是不太精确的 这不要太 因为孔子到底出生在哪一年 就有两种说法 所以差个一两年 在这种古代研究里面 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 这误差在几年之内都是OK的 好 第一个就是关孔子的家世 我们讲的五个人里面最夸张的家世 是耶稣的 孔子的还不算夸张 但孔子的大概是其次夸张的 我们看到了佛陀 已经看到了佛陀就是他的家世 这个说孔子的先人是宋朝 宋国之后 这个宋不是宋朝 是宋国 宋国是为之起 封的地方 商朝被周朝给灭了 但是中国古人灭人家 不会把全部人都满门抄斩的 会留下一两个火口 或者留下一两株火口 让他来承担这个人的祭祀 所以我们从来不敢进杀绝的 这不是我们文化的那个 所以呢 宋国的 殷朝的移民 商朝的移民 就把他扳扳了 就是他分块地给你们 那块地叫宋 所以宋国就是殷商的后代 为之起 是帝就是原子 原子就是长子 就咒的宿兄 然后怎么样 入魏京士 然后为之国民 子觉就叫为子 所以孔子呢 就是殷商的后代 所以孔子后来有说 我大概是殷商的人 那我为什么讲大概 因为他的爸爸在他三十岁就过世 很多事情都没告诉他 所以他大概后来学到 那你假如念春秋 特别是战国时代的故事 很多人都是拿前朝开玩笑的 这个传统到现在 古今中外都依然 所以有很多有关宋人的故事 都是傻子 宋人亚苗柱长 这个是在孟子里面出现 守株待兔 也是 不是在孟子 守株待兔是在韩非子里面出现 都是讲到宋人 少数讲到夏朝的 夏在商之前 起人忧天 夏的后代被封在起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现在连续局 在我年轻时候连续局 都在演清宫的连续局 都清宫多烂多烂 所以后来国民革命成功 这个道理的 那中国大陆就有 你看民国的时候 国民党多烂多烂多烂 所以才有后来共产党的建国 到现在为止 这种既代史也是一样 总而言之呢 我们就要讲 宋公 生了这个丁公生 丁公生了 生了闽公公 闽公公生了湘公 公是他的爵位 然后后来生了夫妇和 生了立公方寺 然后夫妇和生宋福周 宋福周是四子 生了海外宋福桃 孔福佳 五世亲近别公主 五世亲近别公主 五世亲近之后五代以后呢 这些子孙彼子女 其实也不相认了 也不认不熟悉了 就干脆另成一个支派 最近各位如果有扫墓的经验 或返乡祭祖 就知道 新闻报道了哪一家呀 在桃园新屋姓萧 还姓什么的 最近他们全家祭祖 全家族祭祖是八千人 以前是彰化有一个姓的人 祭祖是几千人 那个人都彼此都不会认识 只是说你知道你的祖先是出自那里 连台湾这个地方都这样 那一想这么大五地方 那地方更大 更不可能 所以在这里五世亲近别公主 所以孔子为什么姓孔 比如说因为他的五代祖先就叫孔 傅家就叫孔 可是孔子的爸爸叫淑良和 有人说孔淑良自和 根据命名原则 这都是看你怎么说 孔子的重要关系人 父亲 孔子的父亲叫淑良和 左转的叫周淑和 也叫周仁和 因为他在周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地名 他是鲁国的勇士 鲁相公时代的人 然后齐鲁两国交战的时候 他立过两次战功 一个是逼洋之战 一个是叶图齐国张和之战 这都在563年和556年 然后他的母亲叫延征在 这个征呢 在繁体字 这个征跟这个征是不同的征 在简体字 这个征就是这个征 这个征还是这个征 所以在简体字就很尴尬 但我最近看这个书 简体字的书 他把那个征 延征在的征 是用繁体字的征 就像乾坤的钱 这个字 你在易经的系统里面 一定要写成繁体字的钱 可是其他地方 你都写成一个干 很干净 在繁体字就是干 还是那个干 我们中 繁体字有天干地质的干 繁体字是两个区分 简体字尽量变成一个 但是在讲到 阴阳乾坤的钱的时候 还是用繁体字 我个人是认为 繁体字会回来 因为辨识度高 以前说要剪掉繁体字 是因为要用手写的笔法 笔划很多 对大部分的人是很大困难 现在基本上是靠电脑 所以你输入语 他大部分都靠语音输入 语音输入大概四个简左右 就可以输入一个字 那就没有繁跟简的问题 辨识度高 反而能够 让你的这个字会更 更易更清楚 所以我认为会后来 是基于这样的原因 不是因为政治的原因 还有你可以跟自己的传统文化 比较容易接着上线 我觉得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原因 好 孔夫嘛 孔夫加达 生了穆金妇 穆金妇生了高姨 高姨生了房淑 房淑 房淑 因为毙华氏之祸 因为她太太太漂亮 古代常有这故事 你老婆漂亮 那王就要亲在你 然后亲在你老婆 然后就把你干掉 这种故事 我在爱情历史秀学里面 有一个故事叫做 韩平跟什么 就是这样的故事 就是这样的故事 这些人权力大 就认为自己有权力 普天下终于都是她的 房淑呢 生了伯夏 伯夏就是 孔子的主妇 伯夏是苏良和 那苏良和没结婚吗 有结婚 而且结婚第一个呢 是生了九个女儿 生了九个女儿 然后没有儿子 所以呢 就后来再娶 再娶了一个 那叫做妾 这也是孔子的爸爸 到底娶了妻 还是修了妾 还是到底有妾 然后她妾之外 她妈妈是什么身份 是妾呢 小妾呢 还是妾 这个一直没讲清楚 因为文献不足啊 那这个妾生了孟毗 你可以说 第一个字通常是排行 孔子为什么叫众妮 众子排行第二 孟通常还有第一的语词 伯仲淑 叫伯爷而已 孟毗呢 叫做伯尼 你看这脖子在这里 所以英文名字叫伯尼 那孔子的英文名字叫伯尼 那孔子的英文名字叫伯尼 你看多好的英文名字 对吧 然后那个她有足病 就是脚 可能生下癌 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小儿麻痺 或者什么不知道 所以呢 这个很多人就说 因为她的儿子 因为脚有毛病 所以也不能济世主线 我觉得这真的是歧视残障人士 这个不太有说法 这个其妾 于是呢 乃求婚于炎氏 好吧 那附近还有谁 那个地方姓炎的人很多 所以孔子喜欢炎灰 可能也跟姓炎有点关系 跟她母亲有点特别关系 炎氏呢 刚好有三个女儿 这故事就真的是一连续剧的剧情了 然后她最小的女儿叫曾在 那大女儿跟中间的女儿叫什么 不重要 那都是佩教的妈 她不来眼都没关系 就可以把她讲过去 小的叫曾在 炎父就问三女儿 三个女儿说 周大夫就是孙杨河 虽父主为氏 才是先圣王之义 他家以前是圣王 上朝的这个 金其人长十尺 这是很高 孔子才九尺六 看你怎么换算 孔子九尺六的换算呢 是说法 从一百九十公分到两百一十六公分左右 那十尺就在两百一十六公分以上 可是有那么高的人吗 现在有姚明啊 中文大夫大呀 古代人说 古代人有那么高的吗 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跨大也有可能 因为有时候伟人 你就得把他讲成跟别人不一样 孔子的其他也很难 你看佛经里面我们讲到佛陀 佛陀佛陀他的表现力什么 也是很高的 高一直是男人的一个权力 什么的象征 一个身体资本 这样讲的话 好 他武力绝伦啊 无甚贪之啊 我很喜欢他 他爸爸说 年长性严 他年纪大一点 个性比较严肃 不足为一 可是好人 没问题 三子书 那位是七 你只要看见童话故事 所有的这个连续句 这个答案还要说吗 因为前面先说了 只有小女 叫曾在 二女末对 你看那个叫什么 我最近 为了那本书 看的那个 灰姑娘 灰姑娘 都有第三个女儿吗 这很有意思 所以各位 各位这代人大很少 我们那代人很多是三个女儿的家庭 三个女儿的家庭 这故事常常跟这个 三个素质 是很好的一个戏剧表现 这曾在就说了 从父所知 这样后面 老爸你就自己决定了 不用问了 然后说好 那只有你了 就你吧 就这样就简单了 这叫做包办婚姻现在 现在有谁愿意这样做 我相信现在女儿都不愿意这样做 现在爸爸都不愿意这样做 嫁给一个老头 然后也不是很有钱的老头 是他些人很有钱 那干什么呢 好 所以呢 后来一个庙建 庙是中庙的意思 在佛教没有进来以前 这个庙都不是那个意思 所以说到孔庙 到保安宫 我们建议大家去保安宫看一下 保安宫是庙啊 这个不是庙啊 这是纪念堂的概念 像中的纪念堂 就是纪念堂的概念 那理论上你不该崇拜的 就是纪念这个人 不该要上香什么的 所以在台湾的孔庙 没有上香的 中国大陆那就不管了 还有公德香 那我去的在屈父 看到那个在孔子的父母前面 还有公德香 我都不知道该哭还该什么 这样子 怎么轮上到这里呢 文革也才十年 拜孔子不该有这个东西 你都不知道嘛 好 好 那他了解以后呢 因为他丈夫年纪大 不知道什么事 就挂了 对吧 你们这时代人 还有人叫葛屁嘛 是吧 就思导于尼丘之山 希望这个能生个小孩 免得老爸 这个先生就挂了 那就生了孔子啊 所以叫做邱 因为倒于尼丘之山 那自仲尼啊 因为排行第二 要跟前面的哥哥算在一起 那孔子三岁的时候 苏良和就足了 就是他爸爸就过世了 葬于房这个地方 那十九岁呢 取得并官室 这到底叫并官室 叫基官室 叫齐官室 讲义上有 有不同的记载 那这个是因为写书法的人 尤其写历书的人 有一个碑 叫李契碑 李契碑里面就有并官室 那这是李林教授 北大林教授 所以应该叫并官室 那有人写教授法说 哎呀呀呀 魏卑不可足性啊 魏卑措子非常多啊 所以并官室搞不好也是措子 所以这个就有不同的说法 古代并官 基官长得很像 那几个字 一岁一年生薄于 就是刚才讲的老大 所以叫薄于 而且孔黎 薄于是虞之生也 吕昭公以李渔 赐给孔子荣君之靠 故叫做黎 儿子薄于 薄于 薄于年五十前 孔子而死 所以可以算出来 大概孔子 这个是二十岁的时候 生他嘛 然后他五十岁 所以孔子在七十岁的时候 薄于过世这样 这是送于 所以叫薄于 我一直有一个笑话 现在不知道 还能不能引起大家笑 如果送他一个小猪 那请问孔子的儿子会叫什么 罗志祥 你看笑不出来吧 我有一年讲完罗志祥 全部人哄堂大笑 你看时代过得真宽 罗志祥的小名不就叫小猪 接下来我先把相关的图片给大家看 这是西周封建 封建大致的情况 周朝代大概在这边 殷商大概在这边 有人说夏朝在这边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 不是三个朝代前后的 而是并存的 有这么说法 大概都在河南中原这一带 然后楚国大概就是长江以南的这边 简单讲是这样 你如果上历史 历史老师会讲得更详细一点 孔子时代的鲁国 这是山东 鲁国就这么小个地方 其他地方是齐国 所以齐国比鲁国大很多 有人认为台湾跟大陆关系 就像鲁国跟齐国的关系 这也很有意思 这种比喻 那孔子周游列国是从这边到这边 然后就到了魏国 魏国鲁魏之政兄弟 所以这鲁国跟魏国的关系非常好 孔子的太太就是魏国来的 后来死在魏国 然后孔子周游列国到了这个 大概河北这个附近 然后再走回去这样 我上次到武汉的时候 他们要叫我去参观一个问津书院 问津书院呢 传说是孔子周游列国最南端 但是那个南端呢 有的时候在河南还不会到湖北 那有的时候在湖北 反正这个有关历史传说 因为有助于观光 所以很多地方都是 有人的坟墓都还有两个 你就要死两次 梁山伯之军台念书的地方 那就太多了 中国大陆 什么西湖啊 哪里都有梁山伯之军台念书的地方 这两个人是被退学多少次 都很夸张的 听听就好 不要太相信 所以这是他周游列国所走的路线 最近听说中国大陆的这几个省的旅游局 希望能够恢复孔子周游列国的旅游路线 不这问题是有什么好吃的吗 这个不然把你光在路上走 这地方又是小地方 没什么太大意义啊 除非什么白沙屯 妈祖绕境 或者这个大甲妈祖的这个问题 那这还可以 那你就得巴起一个意识形态运动 说中国人这一生 一定要得到区府去一趟 中国人这一生一定得周游列国走一趟 那除非这样 那看他要不要这样动员 没看这个大甲妈祖 每次到的彰化都要打一架 终于有一个民俗专家 这个有个宗教学说 为什么打一架 因为那是地盘问题 因为那也是白沙屯妈祖的地盘 你为什么就走过去了呢 我想说 蛤?他们在上面都不协调一下吗 我借过吗 然后借过的时候 可能在那边绕一下做个仪式吗 谢谢你啊 我借过这样子 下次怎么样也欢迎来我们那边借过 就不用打架了 每年打呀 每年呢 打了这 大概打了多少年 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我就不相信天上妈祖会 就希望下面人再打架 把握一下 我相信应该不用打架 好 这个是我讲的那个 是号称子贡雕的孔子跟孔子的太太的这个木雕像 你看这都有点年纪的 那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造的呢 那就这两个 那看起来孔子是不太高的 那孔子太太比较高 因为没有记载孔子太太那么高 所以这个可能是有问题的 这是我没看到的这个孔子跟孔子太太的雕像 那孔子太太高 可能也因为他的帽子的关系 好 这是孔子的一个一张像 大宋真仙文宣仙师孔子的 你光看他的称号 你大概就知道这大概是什么年代 因为不同年代他有不同的称号 他带着像皇帝一样 你这孔子一辈子没想过自己有这个像 然后这是一个应该是墙壁上的只有线条 第二是拿了一根 这个不要叫什么东西的 坐在那时候没有床 所以坐在这个一个垫子上 那这是先生遗像 东方都会写得被天地盗怪武经 号称是无道子的 这看孔子像有几个观 几个重点 一个是他两只手怎么摆 还有他的这个棍子 如果叫边的话 是从前到后还是从后到前 那这个也是比较罕见的 这只有我在我们书院看到一张 那这你看他的眉毛很好 看他有点漏 这是孔子 那少数有把孔子的那个大门牙给画出来 所以这个 这个手呢 有的是两手合起来的 像这样 上下合起来 那有的是两手的掌心都朝上 有说不同的意思 我上次到北京的时候 刚好在住的地方公园里面有个孔子像 那孔子两手必张开的 我就非常的讶异说这什么意思 现在的孔子像 然后这是另外孔子当大司寇时候的像 这边这样子就是断 断呢 如果是在民国以前 那大概就是太平天国打断 如果是民国以后 那大概是文革打断 要不然就雷批的 所以这个不同的 但雷会把石像打断的可能性不高 所以你只要在刚刚看到的那种裂痕的 很多都是有不好的 这个图你可能看不太清楚了 那这个也是一样 好的德培天币道尾古今 三树列金垂现万十 那这个的棍子就在前面 它前往后 这两只手是一样 就刚刚那张基本上是一样 这个是石刻像 我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 在徐州孔子家庙看到这一幅 但是因为它装在玻璃里面 所以看得很不清楚 反光很 那这也是一个号称是孔子 就是画 你看他的头 额头特别高 近来有一个任务额头很高的 就是德布希 法国的音乐家 他以他的额头特别有名 这也是孔子像 这个就是有两个爆牙的 这个孔子像 这个最近我在很多地方有看到 那这个像呢 如果你知道郝伯春的话 这比较像郝伯春 不知道为什么 那也有眉毛的关系 你就有机会上网去看一下郝伯春 郝伯春大概也九十几个 快一百了吧 也就是眉毛 你看他的桶子 画这个 然后这个脸就是非常的国字脸 北方人的样子 那这也是公子像 你看画像这样 就在达斯扣时代 你看那手 这棍子在这儿 有人说 原来其实是一个 他雕刻竹简的 放在 用来雕刻竹简的 一个像我们随身的笔一样 只是因为伟人越来越伟大 一个小的雕刻竹简的刀 就变成了一个长的剑 所以有一个人很正经的跟我讲 说那原来是孔子的笔 就雕刻竹简的时候的那个磕刀 那这个就是后来的话 你看这个孔子之外 就是这个王跟他 不要鲁埃公还是谁 跟他 或者寄康子 你看这脸就很大 臭很肥 看起来就是 这个代谢不太好的 样子跟我差多了 然后这是孔子的坐着 然后这是孔子的弟子 但这个画像大概都是明朝画的 开始有一点点这个 透视的观念 鲁埃公 孔子跟弟子 通常讲课后面有个屏风 可能跟回音有关系 不然的话 如果是散的 很难上课 以前我年轻一点的时候 在那棵树下上课 学生到这种天气了 都觉得 老师教师坐不住啊 那时候没有冷气 老师我们到外院上课 我到外院上课 用尽力气 因为那个没有挡子 声音就很分散 所以很多东西根本就没有 听不到 不过也许在户外上课 听不到就是重点 对不对 谁在户外上课 还是能听讲啊 我只有我们老师 觉得学生怎么样 所以后来我再也不上道 你看这个就没有透视感了 没有现在透视概念 孔子有讲的那一排一排人这样做的 孔子这样做的 这也都是没有现在透视概念 这也是孔子讲学 这是四配 通常叫孔子行教徒 好 这个呢最稀奇了 我到现在为止没找到答案 号称是你看 鲁斯寇众尼书 这是在清阳芳晃圣门年谱里面 我发给我所有的朋友 还找了文字学专家 当然没有找到北大的这种 这个字呢听说是子 然后这几个字呢 123456789101112 12个字 在长洲 去年去了 他们有一个碑 好像叫十一字碑 跟这差不多 也说是孔子写的字 我就传给他看 传给你们中院员看 他说好像是一样 总而言之 这里面呢 是好像孔子 这个字好像是寻的样子 那到了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谁呢 这个有一个记载 就是吴国的吴 吴国就是现在的江浙那地方 苏州啊什么地方 这个是 有一个是叫炎陵祭子 这好像是祭字 祭札 现在他们还有一个祭札的节日在长洲 我希望今年如果有机会去看一下 那他造一张不太清楚招牌给我 就是有一个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墓碑在那里 传说是孔子 孔子没到过苏州啊 更何况长洲 他没去过地方 没去过那边可能送了一个匾呢 这是现代人概念啊 我查了半天说孔子唯一留下来的这个真姬 这个只是泥字 写书法人都知道 你要这样写 只有写书法人是这样写的 所以好像有人解了什么子啊 循啊 然后这也是子 就这个两字不太一样嘛 然后到了什么 吴 祭子 知 什么目 那这个是为什么就不知道 有人帮我解了几个字 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能破解 那真的是达文西密码之类的 好了 那这是区父的孔庙 区父孔庙非常的大 你真的身体不好是走不到 从这边一直走到这个是大城殿 它的后面不是重圣祠 重圣祠好像在旁边 然后它的那个东午西午在这里 走进这条大城门 这边还有前面还有一个小亭子 叫做信坛 上次去过 这是孔庙 区父的孔庙 台北孔庙也类似 其他地方孔庙都类似 它是两台街 然后这个人造的很客气 来现在都有什么功德香啊 什么这类的 非常的俗气 好 这张照的不清楚 不要怪我 因为它不让你太近 这边孔子在这里面 这是文革打坏以后重新竖的一个孔子像 在孔庙里面基本上没有孔子像 在明朝的时候 特别是加进多少年 像奖纪里面有 就是1530年 加进9年还加进7年 就有大臣上述说不应该有像 像是佛教的东西 中国人只有墓祖 所以这里是有墓祖也有像 区父孔庙是例外 其他地方大部分孔庙呢 像台北的台湾的孔庙都没有孔子像 所以我曾经设计过一个陷阱题 就是跟孔子像合照一张 你们这个时代人很喜欢selfie 你到区父就做得到 在大陆有很多孔庙 庙里面没有像 庙门口有一个香港某个单位的人捐的孔子像 台北你能找到的就是那Q版孔子像 要不然你就得到保安宫去 保安宫里面有拜孔子 三位神会里面一个孔子一个老子 一个是保松大帝 保松大帝是有名有姓的叫五本 好 这是孔子像 也是有两根非常明显的牙 这是后来做的 后来做的 那这是浙江渠州的孔庙很小 所以号称依照孔庙的定制 但是虽然太小了 815绝对跳不下去了 这我也去过了 然后这是渠州孔庙的孔庙的像 都缩小了 也有一个像 也有牧著 这是我网路抓的 然后这个万事诗表是康熙大帝写的 那这个呢 一直以为原来是在屈腹 然后文革期间这个匾被烧了 就以为没有那个点 后来发现不是 因为孔德成先生过世以后 把康熙写的万事诗表 是一幅字 根据那个字呢 当时全中国的孔庙就刻成一样 所以每个庙都有一个 理论上孔庙都有万事诗表 这是康熙写的字 而且是康熙写字的样 这是渠州孔庙里面的这个字 取出康熙写的这么一回事 我们到后面会讲 台北口庙即是大点 这八一五 叫小学生是因为地方太小了 你看大人一在 这个可能就掉下来了 明朝的时候跳的是六一五 所以不太一样 为什么跳八一五 这也是一个 这是天然的光法 曾经一度 这个现在没有了 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曾经一度的一个孔子巷 这个 这个 这个网络上转 你看这边还有一个解放军的人 站在这里 你看这孔子巷多高 这孔子巷非常的 树木 什么意思不知道 就是天安门广场 曾经有过的 比如 等我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听说就已经搬走了 我到了天安门广场 开车人家经过 就说孔子巷在哪 他说那个搬走了 搬走了 那这是电影里面 周润发 周润发高180公分好像 比空的癌一点 这是周迅 周迅他演男子 所以这个是电影里面的 算是最新的 中国大陆拍过一些连续剧 是孔子的 其实台湾也拍过 而且拍的时候 是以前 陈水平政府时候的教育部长 杜正胜先生拍的 是公式的 很多人不知道杜正胜拍过这个 以为他算是比较政治倾向 不会去中国化的 很多去中国化都是一时的 所以各位活着久一点 你就知道 有些人是在某个时间是去中国化 另外一个时间 他可能就不去中国化 这是相关作变 你在网上找话更多了 我想就没有必要这样的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孔子的父母亲野和这些事情 野和就是这两个字 《史记》里面有三大著名的注解 一个就是司马真的所以 他说梁和娶了鲁国的失事 失事就是前面那个生九女的这个 然后妾的连名都没有 生了孟毗 孟毗病足 这个事情 刚刚有讲 《家喻》里面讲的 这应该是这个破折号 然后他说 因为呢 为什么说他野和 是因为孔梁和老了 颜正在是年 就是他们有个爷孙的差距 这种年龄差距 差距过大 所以这也和 非当壮士 初级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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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合礼仪的意思 不合礼仪的意思 不合常规的礼书 所以这是最简单的解释 但是你想 谁会放过这种八卦的解释呢 这边还有另外一个七七四十九女性 怎么样 二十七十四一道通 四十九阴道诀 开始讲这种完全不符合现在 或略为符合现在圣理学知识的 好 约也和 这就是我最近才学到的 不知道该不会交给你 我想好吧 近朝章华 魏晋南北朝 因为佛教进来 所以那个整个世界不一样 又很乱 所以有一本书叫《易说》 《易说》 《易说》是鼓手的夫妇 鼓手就是孙的爸爸跟妈 跟夫妇 凶完了 这两个不是好爸妈 结果却生了孙这么一个好儿子 台湾话叫做 歹竹出好水 所以爸爸怎么样 这个不一定有 现在说的就有遗传的关系 好 接下来骂人 苏良何人淫妇也 那么老子还娶个年轻太太 正在那实行的 这么年轻还嫁着老头 这两个不是什么好匹配的 最近看到一个台大以前很有名的教授 跟南京的一个女孩 台大教授72岁 南京女孩32岁 差40岁结婚 上了新闻 因为当时台大教授非常有名 现在也很有名 然后没有讲出他们什么实行啊 淫妇啊 就72岁跟32岁结婚了 这样 就这么一个新闻 他嫁以野河而送你 所以阿姨就太教授 没有太教授 他想讲这个 就把孔子的爸爸给撤捏 这叫做躺着也中枪 所以野河是躺着的 父母亲过世 所以这有非常不好的说法 当然最糟糕的说法 就是说在野地里 就干起那件事情来 野地里干起那件事情来 是非常不舒服的事 光想象就知道了 父母亲过世 孔某 我们尊孔的人 都要把这个字 不能当成秋来念 当秋来念 就楼了 你知道吗 叫做某 某生而淫淑阳河死 葬于房山 房山在鲁国东边 由氏孔子移其父母处 慧之 这其实有问题的 就是为什么他爸 葬在哪里 他妈妈从来没告诉过他 他妈妈到了 死日大概 十七岁左右 所以从三岁到十七岁 大概有十四年时间 你说三岁太小了 你不告诉他 为什么他成长过程 从来没告诉他 你爸爸葬在哪里 这里面就很多人 有这种连续剧的想法 说哎呀 因为他是三老婆 或可能也不是老婆 可能是妾 所以根本就连家墓都进不去 谁让他参加 当着他爸的葬礼 他可能就是外面 一个年轻姑娘 然后就生个小孩 就算了 就外面 就听起来非常像那种 什么增房产的 什么大亨之类的 好 那这个司法真的说一说 说孔子少姑 不知 这个不知 这个应该多了 附坟处 非为不知情地 说我只是不知道 他葬在哪一个坟 不知处 不知道葬在哪里 坟墓都在那儿 曾在呢 今年事于 就是他年轻的时候 就是嫁进出两个 无疾而老死 是少寡 就是写了少年寡 盖以为贤不从葬 怕别人说话 就不去葬礼了 我觉得这个是有规矩 有这规矩吗 你丈夫死了 你再年轻 你也得去葬礼啊 难道这个吗 所以不知坟的地方 那总有别人告诉他呀 我们把你老公葬哪去啦 对不对 这不是莫扎特 莫扎特要下葬的时候 下了一场大雨 然后最后就不知道 他葬在哪里了 这是音乐史上的一个故事 不知道莫扎特的葬哪 因为那些抬棺材的人 过来下雨就散了 散的棺材不是也在地上吗 这种故事都不知道怎么讲的 他顶着又跑走了 在那个坟墓会自己跑吗 莫扎特一想 要不人抬我去坟墓 我自个儿去好了 我就走了 父母过世 刚刚前面是巴拉过世 巴拉过世不知道 巴拉过世不知道在哪 所以在马拉过世的时候 病与五父之躯 就在一个斯通巴达的地方 病就是还没下葬 出病各位知道 我们现在讲出病 就是要准备下葬 在准备下葬的路上叫做病 盖其盛也 不知道就停在一个大马路上 让人家来来往往都问一下 这谁啊 这谁的太太 你知道她现在葬哪了 周人晚父之母 这个有常常不同的名字 就告诉她 说我知道你老儿 跟你爸葬在哪里 所以才合葬 这段司马迁写的是为什么 这有点奇怪 《理记》里面有记载 周曼父之母 这边是周婉父之母 可能就是传说的那位 合葬于房 那还有 合葬于房以后呢 这段可能是有点问题的 因为那时候孔子十七岁 说我闻之古也木而不焚 今某也东南西北人也 所以这是少数孔子提到自己是东南西北人的地方 他没说我屈服人啊 没说我是殷昌后代 没有啊 东南西北人 为什么东南西北人到处漂浮啊 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 大部分人都在一个地方 乘于私 掌于私 最后死于私 孔子没有 所以孔子什么人 东南西北人也 听起来像打麻将的 不可以服侍也 我东南西北人说 我也不知道在哪里 可是我不能不知道 风之就加土 从高四尺 这个就是把那个坟墓 在大陆的传统的坟墓 好像我回去看了我爷爷的坟墓 我一辈子没见过我爷爷没见过我奶奶 那坟墓就是 田里的一堆土 那田以前是我们家的田 后来 共产党来了 就变成别人家的田 所以听说我们的亲戚 还得每年付多少钱给那个田里的人 你也不能叫我把我们长辈把坟墓给签了嘛 所以我们的坟墓在别人田里面 在玉米田里面 最妙的是 Google地图 可以看到我爷爷的坟 因为他们都收成了以后 就是一片黄土地 黄土地上面有个白点 那就是我爷爷的墓碑 我就顺着那走啊 诶 那不是我爷爷的坟吗 天啊 Google地图可以看到吗 可以看到 可是那是因为我们算台胞了 所以有修坟的特权 这很妙 这种事情 不知道怎么想 好 孔子先反而拿门人后 就是把那坟弄得很高了 然后后来说 怎么来迟 因为我们期望的目标崩掉 所以做了一点错事 可是孔子17岁 这就有先反门人后吗 孔子17岁开始有门人了吗 这也是个问题 孔子不应很难过 然后不应三 就是三次 人家讲的都没有回 渲染流涕 无闻之谷不休墓 这古代人是不休墓的 还没死 但是就怕他墓崩了 好 祥 祥是守伤一年以后 叫祥 孔子既祥 理论上 孔子希望的人守伤三年 但是守伤一年大部分人大概就可以了 守伤一年以后呢 你都应该处服了 就再也不能再过 像我们在台湾如果下仗以后 大概过几天就要恢复正常 商家也不让人请那么久 在东亚地区 只有台湾的仗里最久 大陆两天要下仗 韩国也是两天 日本也是两天 所以你接到朋友的死讯 你不赶快去 你大概就不用去了 机票难买 什么什么 他们两天下仗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文明的做法 台湾有时候搞到头七 然后要排时间 搞得非常复杂 台湾的死真的是很复杂 我反正将来没小孩 我希望我也是两天下仗 确定我不会这样复活了 不然多一天三天好 确定一下 说老师复活了没 没OK 那你走了啊 真走了啊 OK 喊三次 后面下仗就 烧 就走了 真走了 五日谈情又不成生 孔子的儿子 在孔子太太死掉以后 降了以后 就是已经一年以后还哭 孔子就听到说谁哭啊 说老师你儿子还在哭 他怎么能哭呢 已经一个一年了 不能哭了 他儿子就 就不哭了 所以后来有一次 我的学生去做作业在孔庙 碰到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太太 说你为什么来孔庙 他说我来孔庙散步 你对孔子认识多少 他说我不喜欢孔子 我靠 不喜欢孔子在孔庙讲那么大声 他说你为什么不喜欢孔子 学生也敢问 他也敢回答 孔子不让他的儿子哭他的妈妈 有这个道理吗 我的学生竟然没有告诉他 他说对不起啊 你听到的是错误的故事 是因为已经过一年了 所以理论上不能再哭了 你伤心有个限度啊 他没讲 所以我哪一天我得去孔庙一趟 在那边等那个太太出现 说你错了 孔子还哭了一年 一年后就不能再哭了 孔子五日弹琴又不成声 迟日而成声歌 所以孔子还是怀念啊 这一年 你就从这故事里面 大概多了少也可以知道 这种理的规定是有他的限度 但这个限度有时候是不合情理的 在别的地方有讲到孔子的学生 有两个人 一个人呢 在首商一年之后 弹琴就坑就是 易如平常了 有个家伙还非常思念 他死去的亲人 孔子就说 哎呀这个都 你都不能一视同仁啊 你就知道 每个人的情感不一样 所以孔子还是有他这个和人性的地方 但是有时候你就讲到一个 比较死板的故事 那有时候孔子就不是那样的人了 好那诞生 然后诞生在当时的鲁国的 昌平乡的周易 他爸不是周人吗 就是这样 就那个地方的人 他的先人呢 是宋国人 叫孔房淑 别忘了 这都是宋人 你到孔庙去 在大城堂后面有一个叫 崇圣祠 崇圣祠以前叫启圣祠 就是有祭拜了15个人 那都15个人呢 基本上儿子都在大城堂 那其中就有孔子的正面 就是孔子的武士的祖先 中国人叫昭穆智 什么叫昭穆智 最重要的人在最中间 所以是单数的 然后接下来 第二个人是左边 那接下来 他那个中间那个人的右边 在左边的右边 左边右边 这叫昭穆智 不是从这边这样排的 不是的 所以你到孔庙去看那个 东武西武的先生先生 也是招募智的 所以理论上一号在这里 二号在这里 单号在这边 双号在这边 实际上要这样看 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招募智 这也为什么 你这样招募智排的 你的祖先 你就是爷爷跟孙子会在旁边 这反映了这种 中国人的爷孙秦 当然这是男性中心的 这很可惜 好 房淑生薄夏 薄夏生淑阳和 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 前五个祖先都在后面 和跟颜世女也和二生孔子 这是孔子实际记者 那倒于尼丘尔的孔子 在尼丘山 倒于孔子 然后另外有故事 这故事在后面 鲁香光二十二年而生孔子 在其他两部经典 古梁传和孔阳传 都写鲁香光二十一年 就是差了一点 但是现在大部分人 都用司马迁的算法 就好像没有意义 是有意义的 生而熟于顶 什么叫于顶 就是四面高中间低 有人的头就是四面高 就这样吗 有威秀宝宝 去威秀看电影 那个威秀宝宝 四面高中间低 像派皮一样 那个大概生下来 都是头脑有问题 或是受伤 故事要秋 所以他是秋是这样 这个显然是乱写的 他叫秋是因为 岛于尼丘山 而不是因为 就像你在台湾 台湾早期 有些人从大陆来 所以在哪里出生 就叫台生 什么什么台生 有一阵子在我 那个年纪左右 有人就是什么什么台生 这名字是很正常 我有一个 我认识一个人 他们家 在因为中国近代的历史 有人在重庆出生 叫于生 台湾出生 台生 新银出生叫银生 就类似这样的 纪念那个出生地 这也是一种 纪念出生地的方法 自重银姓孔氏 然后这春秋伟 这个称伟的书 在汉朝非常流行 后来 因为这个正统 儒家正统化以后 这些书都被认为 是乱七八糟的书 所以就没有人讲 你看这个乱七八糟的书 是怎么说的 孔子母亲 就严重在 游大则之坡 在一个山上的一个小的 一个湖里面 就睡着了 这不是跟那什么 周朝的祖先一样吗 孟黑帝 那是由武德宗史说 是黑帝白 青黄红赤白 有几种 实际上轮流的 孟到黑帝呢 来跟他孟交 你们现在时代是面交 那叫孟交 语曰 如乳必于空桑之中 这听不太懂什么意思 翻译 字面说 你的乳 会在空桑之中 然后醒来 有所感应 就生了孔子 在空桑之中 就在树林里生了他 到底在洞里 在树林里 这是春秋伟 没有人认真看待这个问题 我只告诉你 这里有孟黑帝跟孟交 第二孟子母 这是郭怡的子曰全集里面 在梦赶黑帝而生 故曰玄盛 玄是黑的意思 孟子有比较黑吗 这除了这以外 没有看过孟子是黑的这种记载 当然周洋列国以后 应该蛮黑的 也没擦防晒的 对不对 你们现在到海边去 都还防晒指数多少了 不是吗 孟子就缺这个东西 所以孟子要去周洋列国 或任何人周洋列国 记住送他防晒油 然后指数高一点 好 孟子生下来 胸口有一个刺青 我的想法是说 弄个QR code 对吧 将来这个在路倒了以后 人家急救你说 这人哪 那个血型是什么 什么 你就 扫一下QR code 名字什么都出来 不是很好吗 还帮我拍银行账户 你帮我送到医院以后 你再按一个支付 然后我就支付了 对吧 我也不欠 孔兄文制作定式运服 听起来像一个服装公司广告 要高级定制吗 我帮你做 意思说 这都胡扯八瞎道的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 你现在知道我上课这样讲 我就觉得嘴巴快烂掉 好 另外这个也是 叫《论语传考证》 这是有其事 赶黑龙之精而生重灵 这是违反现在人的自然科学的知识 对吧 这是淑良河的精子 才能够 跟炎中带的卵子 才能够生出孔子来 你赶黑龙之精 这是什么效 怎么故事 这是礼济弹弓的树 树是注解的意思 引用的 还在这边都有 春秋炎孔徒什么都有 所以正是史书里面有记载这种乱起码的说法 好 诞生的神异传说 我以前不知道这一段 在以前教授 我以为是孔子的子孙在元朝的时候捏造出来 他发现不是 是东晋就有人这样讲 那孔子子孙只是把这种怪异端子拿出来讲 说周灵王的第21年 孔子生与鲁相公之士 这都没有问题 问题来在这 晚上有两个苍龙 苍是青色 青的意思 接近绿色 苍龙自天而下 来复真寨之房 然后呢 因梦而生父子 这不是黑帝啦 刚前面是讲黑帝 现在是一只青的龙 别忘了 中国人的颜色是象征性 意义很大 所以你们为人家喜欢什么颜色 也有点点道理 不是完全没有 好 还有两个神女 那是仙女的意思 情香路于空中而来 空中 呼 这时候佛教刚进来不久 所以中国人大概从佛教学到不少 然后就帮孔子的妈妈 就是弄得香香的 天地下奏军天之乐 来 请了一个戏班 或者一个乐团来 列以颜色之房 在她的房间给她听音乐 听音乐有助于残伏 各位知道 女同学来同学都应该学一下 有一个经过科学证明的叫做莫扎特效应 如果你怀孕了要生小孩 每天听莫扎特效应这个唱片 你的小孩会很聪明 所以有一阵子莫扎特效应 在那时候还有CDD的时候卖得非常好 连我没小孩都买来听 好 奏军天之乐 列以颜色 空中有声 空中来了一个声音 吓死人了 颜天敢圣子 故将以和乐生用之意 亦于雨俗事也 这听起来就像现在这种 你们看到的动漫那样 五老列以颜色的声音 还有五个老头 要生了 五个 所以后来有这叫做五老将亭 二龙绕珠 五老将亭 你想生的时候 两条龙一直在那边飞 还有五老头在那边看 买门票没了 真是 这都是五星之经验 夫子卫生时 有灵土浴树于缺底人家 所以早先的这个孔子圣基图 第一篇 就是 除了孔子小象以外 就是有一个灵来报喜 说你要生小孩 那个孔妈妈呀 你要生小孩 然后灵呢 就带了一个浴树 吐在他家门口 后来孔子 那个要死了 那只灵死了 就是孔子的故事从灵开头 从灵死掉 那这个灵呢 这个灵是一个人寿 人寿 说他的像似不像 那灵到底是什么东西 日本人到后来 把叫麒麟 Kilin Kilin Kilin是什么 你现在知道大概是啤酒 那Kilin呢 就是长颈鹿 但是长颈鹿 跟我们后来所了解的 这个麒麟 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麒麟是人寿 他连路 连那个地上的草 他都不采 意思是说 他是悬浮的 他连 我们说 佛教说 草木没有生命 这个动物有生命 哇 灵比这个海高草 都是有生命的 我有生命的 我绝对不破坏 所以灵的这个 德性非常高 是这样说的 好土玉树一缺里人家 缺里就是孔子现在住的地方 现在还有一条路叫做缺里 他这个是水晶之子 他是水啊 金木水火土 然后衰舟而树 所以孔子叫做树 从来来 不是因为孔子吃树 孔子不吃树 那个古代人连狗肉都吃 这点我是非常不能够理解 我第一次到屈父的时候 看到一家狗肉店 我就难过了 那时候我的狗还在 我就难过了想起我的狗 顺便说一下 孔子很爱狗 孔子应该不吃狗肉 孔子狗死掉的时候 他就叫他的弟子 把他拿去埋了 没说那狗死了 把他烹了 没有 拿去埋了 还说我那个车子 不是有旧的那个布吗 把他包一包 给他一个好账点 这个历史有记载 里记里面有 好 二龙老师五星降品 正在贤民之为神 难以绣服细灵脚 这灵来了 他就拿了一个布 把他缠在他的脚上 信锈而灵去 过了一夜 这个灵才走离开 相者 当时会看相的人 说夫子而戏因汤水得而树王 这里是水晶 摔周而树王 就是周朝要灭了 政治上 倒乱 文化上 你可以长留的 这树王就是文化上 强调道懂 到周金王莫在鲁定宫十四年 鲁人除商 田于大折 在这大折里面列 那个捕鱼 有人叫除商的 有一个说法是他是一个驾驶 鲁军的驾驶 然后作为德林 以示夫子 这是七十几年之后 理论上 孔子如活了七十二或七十四 看怎么算 细脚之福 以上游在焉 这跟那个 当时意大利人 拍的末代皇帝的电影 末代皇帝的电影 有一个象征的 大家就怎么可能 就溥仪皇上离开了紫禁城 在一个地方 把一个驱驶摆在一个罐子里 等他回来的时候 打开那个罐子 那驱驶还活着 这当然不能够用常理来看 那是一个象征说法 就跟这个一样 他那个当初他妈妈系的那个布还在 福子之命之将终乃报林解福 替似庞陀 为什么替似庞陀 他人寿 人寿通常在太平年代才出现 孔子那时代不是太平年代 你生不逢时啊 所以孔子看到林就看到自己的这一生难过 所以替似庞陀 林初之时 及解福之岁 垂百年 这七十几年叫垂百年 这个是唐朝人一本书 叫初学记引用的东西 这个林意记载非常适合现在动漫 因为可以画得非常的好 好 元朝呢 孔子的后代叫孔元错 我当时知道这个 这边讲的基本上就是 魏晋南北朝的故事 都一样 我当时只知道这个 孔氏主庭广记 这是正式的书 没想到其实是朝前任的 杨芳晃 就是刚刚那本孔子的字的那个 所以这边也讲到这孔子的降生 包括什么圣母 圣母 我们现在天上圣母 大概就是林媚娘女士 就是马祖 然后在西方的话就是玛丽亚 都是圣母 当然如果孔子是圣人 圣人母亲不也叫圣母吗 所以严征在女士也可以变成圣母 圣母到了这三谷 草木之夜皆上起 降之谷草木之夜皆下垂 这是不就寒修草吗 可结果你看这种描述 他也是水晶之质 再凶之志是定是福 原来六个字怎么少一个字呢 这个也是 然后也是有君天之月 怎么样的 孔子是妻子 这里面的作业里面都应该做过 孔子妻子的名字 大概是并官士呢 还叫积官士呢 还叫齐官士 这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齐官士传操错误 你看这个字跟这个字 差一横 是很有可能的 但这个字跟这个字 差那么多 这个病打错了 应该是这个病 这个打错了 这个北京大学刚刚讲过 是这个病 是这个病 不是这个病 所以到底是什么 这是有不同的说法 初七的传门 刚刚讲了 因为子上 知母死 而不上 子上是谁呢 子上就是子思的儿子 子思是孔子的孙子 所以子上是孔子的真孙子 我们现在因为人活的年纪大 很多人这种关系 已经不太知道这个名词 门人就死而不上 门人问诸子说 习者子之先君上出母屋 那个被出妻的那个妈妈能哭吗 那古代是这个男性沙文主义社会 男性中心社会 你已经出妻了 然后你的儿子在哭 你出的妻 应该不行吧 他说 这只是说然 是不行的 只是不死白也上之和 那他都哭成这样 你还不阻止他是为什么 只是就说 习者无先君子无所是道 我们的前辈 我的祖先 都遵守这道 道隆者从而隆 道物者从而无 这都是废话 吉则安能 我哪能这样啊 吉就是孔吉嘛 就只是 为吉也妻者是为白也母 是我的妻子 就是他的母亲 是我儿子母亲 不为吉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 不是我的妻子 就不是他的母亲 你看这什么话呢 不是你的妻子 也可能是他的母亲啊 尤其是生母啊 对吧 只是他不是你的妻子 你这个逻辑有问题 故孔氏不尚触母 自子思史也 所以那个 在孔庙里面 很有学问那位女士 可能是听了一半的故事 也不知道谁告她 所以孔氏不尚触母 自子思开始 被出的妻 所以这里先君子 后孔安国序 说自苏良河史出妻 博弈出妻 之子又出妻 故孔子三世出妻 这里他已经讲到很清楚 苏良河跳过的就是孔子 所以孔子没有出妻 孔子的爸爸 他的儿子 他的孔子 三世出妻 不知道为什么 后孔安国序 在大部分版本里面是没有的 我要不是买到那个版本 我都觉得骗人吧 我的四五个版本都没有 所以很多人说 版本重要吗 版本当然很重要 我研究的东西里面 都在版本里面打转 其他的有不同的说法 可以参考一下 我这边说的 孔安国这篇序 在世界数据版 我有 跟三名数据版的 我也有 都没有收入这篇 孔子是亲子关系 孔子绝对不能够当成 现在亲子关系的好榜样 绝对不惜 以前有人问过 我说千万敢跟孔子学 这不是他讲的样子 孔子成敌自国瑜 博宇年五 实现孔子死 你看这个 这个电池很不耐用 不知道为什么 好 就是一个人 道理成抗 算不算是孔子的学生 这点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说在 论语里面 孔子的弟子总共有二十八个 有人说三十一个 就包含了叫成抗 我就没算进去 但是别人都算进去 现在成情抗议也简称成抗 所以有一次我在新闻里面听到 成抗成抗 我想怎么成抗又出现了 原来是成情抗议的意思 成抗议博宇只有一文乎 你是不是跟我们学生不一样 你老爸下课是不是教你什么特别东西 艺文不是有怪味道的意思 你不能说 博宇啊 你身上是不是有怪味道啊 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 对于博宇 没有 常独立 我曾经一个人在 常经我老爸一个人在 没有主词 但你从后面可以推出来 离驱而过庭 离我就这样偷偷跑出去 我跟我爸站在中庭 然后约学诗乎 其次应该前面要站住 干什么呢 书不念 念了诗经没有 我觉得应该 权威应该是这样 跟他说学诗乎 孔子在家 儿子学的诗经与否都不知道 你觉得恰当吗 对于卫宇老爸没有 不学诗乌以言 你现在不好好学诗经 将来你怎么出去的人说话 以前在外面 尤其公开场合 你通常开头第一句都得先引诗经的话 像在经系里面 常常有个定场诗 你得有这种本事 所以乌以言是这样 没办法在公共场所 恰当的表现一个风度 为一个学诗 离退而学诗 好吧 出不去了就念诗 诗经的意思 他人有独立 另外一个故事 离去而过停 一样的 学礼乎 礼学了吗 通常是当时的书了 说没有 不学礼乎以礼 礼常常跟礼合在一起 礼生于世 要跟人家讲礼 像我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被长辈说 你们这群人都不懂礼啊 跟人怎么打招呼啊 我就听完就像想项顺一样 说你得问人家 先生 久仰大名 请问贵姓 仙乡何处 贵庚几何 我想谁还那时候 还这样讲话 听起来像唱戏的 可是有些长辈认为 这才是一个礼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时候礼啊 真的是 那当然后来我们有时候 父亲的朋友来了 怎么不叫人啊 不叫不礼貌 我后来变长辈了 到人家家去 有时候也不想说 谁啊 出来一下 叔叔来了 或者伯伯来了 然后我就很尴尬 因为我想到我小时候 那有的小朋友 因为我小时候就认识他 所以还蛮大方的 有的人也没见过面 以后可能也不会再见面 就很尴尬 所以这个礼的问题 礼退而学礼 我只有这样 承抗退而喜悦啊 哦原来就这样 我先告辞了 就走了 问一得三呢 今天真划算了 到比7还划算了 对吧 问一得三呢 闻诗是很重要 因为没有诗无语 不学诗无语 闻礼不学礼无语力 还闻君子是怨其子也 是君子人不要跟儿子走太近 连儿子搞什么 这是好榜样吗 现在 如果现在你老爸是这样 老爸说还有 你出门今天去哪儿念 说老爸我考上太大了 哈你大学 你已经高中毕业了 这不是讲相声吗 那另外孔麗再出现说 执卫不悦 如为周难遭难以乎 这可能跟诗经有关了 他念诗经也不是一天念完吗 人而不为周难遭难 就正强而立于 你好像就把他面对强 你什么也看不到 你什么也走不了 所以周难遭难 就诗经前两遍 是非常重要的 那《礼记》里面说 薄于之母死 对吧 鸡而犹哭 刚刚讲过这个故事了 一年起满了他哭 应该也可以叫强了 夫子文哒 谁与库者 库者是谁啊 你们说里呀 你儿子啊 夫子曰 西以其甚也 这超过标准了吧 不一文之 顺除之 是这样 所以孔庙的女士 显然不太懂 或者没有完整故事 孔子有女儿吗 有啊 有嫁于公也长 她说 只为公也长 可替所以在雷线中飞滟 他是冤枉的 可是他怎麽冤枉的呢 這歷來的記載都非常非常的模糊 只有在一個《明不見經》的一本書裡面 唉我查遍了半天 才說龔野長是被騙的 因為龔野長聽得懂鳥語 就他有一天在山上走 就鳥告訴他前面有人死了 你趕快去看一下吧 他就一片好心跑去看 結果被告官說他殺了人啊 你看他還在現場啊 官兵到的時候龔野長還在那兒 龔野長白口莫辯啊 說不是啊我是冤枉的 你是冤枉人就死在你前面你還冤枉 那時候也沒有CSI啊 檢查一下什麽指紋啊 什麽唾液啊 血是怎麽噴的啊對吧 我們看著CSI都懂啊 龔野長就被抓去關了 這人關了呢 一天到晚跟人家說我是冤枉 是是是關監導人 哪有人說我罪該萬死啊 我是罪人啊 只有信教的人才說我是罪人 對吧 監獄裡面沒有人說罪 誒有一天 有一隻鳥來跟他說 那個獄竹的這個 這鳥也很聰明 那獄竹的太太啊 要怎麽樣啊 出了生了什麽病啊 龔野長就跟獄竹說 你太太在家生病了 你在這兒 你怎麽知道我太太在幹什麽 蛤 誰告訴你的 那鳥 那獄竹不相信啊 可是他半信半疑啊 就跑就跑就跑就 就派人回去看 欸果然跟龔野長講的一樣 跟那鳥講的一樣 所以他們就相信龔野長 原來真的是聽鳥說的 這故事有個記載就這樣 所以以其子氣質就是把他 這個子當然也包含女的意思了 孔子應該不是多元成家的信徒 不然說那這樣好了 你就跟我兒子結婚吧 你就互稱為丈夫 那是現代故事 以前不是 郭野長 不是 孔子把他的子女 就是他哥哥的兒女兒 嫁給了一個有德性的人 男容三富白歸 因為他覺得他很有德性 所以有人就說 這孔子這人有問題啊 自己的女兒嫁給了一個冤枉的人 有什麼德性不知道 但是把自己的這個哥哥的小女兒 嫁給了一個有德性的人 這怎麼一回事啊 所以有人非常無聊的 做了這種比較 這個孔子的女兒 就沒有什麼其他的記載 有點可思 孔子的太太也沒什麼記載 我覺得這古代人都不了解 這些人都很重要 所以孔子的女兒沒有名字 所以我曾經幻想過 孔子如果有女兒的名字 應該叫什麼 他如果說官居樂而不迎愛而不傷 我覺得孔子的女兒可能叫孔官官 這個是 我的幻想 孔子還有孫子嘛 就是子思嘛 我就不詳細說了 你看孔子有一天閒居 又愧然而談 愧然而談 在古書裡面有兩種 一種是高興的談 一種是悲哀的談 這愧然而談顯然是很悲哀 為什麼你看 子思再拜情約 因為你怎麼那麼難過啊 爺爺 亦子孫不休 這樣天主 是不是我們子孫不孝啊 對不起我們的先祖啊 或者你是獻遙順之道恨不疾乎啊 你這常常講遙順 但你又沒生在那個時代啊 是不是有點可惜啊 所以這愧然顯然不是正面 好 總而言之 他後來說 哎呀 你怎麼知道我的志向 怎麼那麼學到 就表示這個孫子是很有前途的 你到屈附去孔林裡面 孔子的墓在前面 孔子兒子的墓 孔吉的墓 柏裕的墓在旁邊 然後子思的墓 前面還有兩個翁仲 因為子思算是當過大官 所以有兩個翁仲 有個簡單的墓道 在孔子的前面 大概就這樣 孔林裡面藏的全部姓孔的男人 孔家的男人 女人是沒有任何地位 好 柏裕生這個生籍 那時候是子思年六十二 他活到六十二歲 不是說子 柏裕六十二歲才生他 柏裕六十二歲早就掛 他五十歲就掛 唐昆一送 子思做中庸 這是司馬遷說的 孔子的相貌 這些偉人相貌都長得 剛剛我看了圖 那都不要相信 那個都沒有根據 像BBC根據現在的基因學的知識 還有魯伯附近的人的基因 然後做一個恢復圖 沒有 都是憑空想像出來 認為該有威夷的人 就應該是國字臉 什麼樣呢 這中國人對於 任何國家的人 對於人該長什麼樣子 都有他固定的想像 就像演藝界也是一樣 演好人的人要長什麼樣 演壞人要長什麼樣 然後那個女人要長什麼樣 巴掌臉啊什麼之類的 對不對 巴掌臉不是你一巴掌 來打下去啊 你長得漂亮幹什麼呢 不是這樣的意思啊 那臉很小 孔子呢長六 九尺又六寸 這有就是右的意思啊 人皆為之常人啊 然後這個春秋為顏空 說長十尺啊 就把六尺九尺六尺 反正可以更高 不能更矮就是了 然後說眾尼 抖唇 蛇裡七重 土塵 土教成積瘦度 反正總而言之 這是一個怪物 或者像青蛙一樣那種 可以把那個蚊子給吸過來 我以前看到的影片的時候 都不敢相信 因為以前我看過青蛙 沒看過青蛙那樣子吃蟲子啊 他常常攻擊很高 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個都是這個 尾書裡面說 他有虎掌 是為威懾 什麼意思不知道 說他不規背 可能有點駝背 因為人高了 有時候如果東西矮的話 什麼符猴不具體 又不知道 偏齒 偏齒 有可能偏齒兩個病在一塊兒 就有時候 我碰過很多人也想 你小時候換牙的時候 因為你的牙瘡太小 你第二次換牙 牙齒比較大 所以牙齒大又在很小地方 所以那個牙齒就會塞到 我以前在大門牙後面還有一顆牙齒 後來開刀把他拿掉 我就很壓抑啊 怎麼為了大門牙後面還有一顆牙齒 他說因為你擠到 把牙擠了 後來我看到的人 這個大門牙齒 這邊三根牙齒 有一根在後面 那以前我們不太重視這個 整牙 現在很多年輕的特別女孩子多 男孩少 就要把牙帶牙套啊 要長得很漂亮 這有點道理 聽說有些電影名的牙齒 是全摳假牙 才會那麼漂亮 我也不支持那個是假 好 那夏茂這裡有 這是孔元挫 就是孔子的後代 在孔氏主庭廣帝裡面記載的 這個都跟這個 魏迪南北朝時候的 靈異記載有關 自我形象 而且很少人去注意孔子的自我形象 從我們現在來講 自我跟他者在社會學裡面 我們的自我是靠著 不斷跟他者的互動所建立起來 所不斷修訂 當然一般人在高中時期 對於自我的印象 是形術非常重要 以前 三四十年前 我還看我高中時候寫的日記 我的日記寫的大一 後來就不能寫下去了 寫下去就成不了 偉人的 開始就開始想女孩子 怎麼樣 還有一些不能寫在日記裡面的 就不寫了 高中的時候 我看過高中日記 都在談 誰是誰說我是什麼樣的人 我根本就不是這樣的人 他誤會我了這樣 像這種 對於這種的焦慮 在我日記裡面 我完全沒有記憶 顯然當時很焦慮的這種 別人誤會我這種事情 孔子說十又無至於學 不是說十又無才開始學 他十又無就知道這一生 要以學來行騙天下 三十而立 三十終於找到了立生於社會的一個方式 四十而不惑 不惑呢 我們玉老師說是不惑於玉 很多人說不惑就是不疑惑 人哪有不疑惑的 不惑於玉 但是我從《輪玉》裡面相關的有關禍的記載 就要《易經解禁》來看 禍好像是一種情感的控制 到四十歲以後 對於自己的情感控制 稍微的比較拿手 不會愛之欲其生物之欲其死 那你現在看這個對政治人物 喜歡他的人就說他多好多好 討厭他的人就說那個人都假的 沒看好噁心啊 他做了什麼 這樣 我有一個小學的同學的LINE的群組 有一個人就PO了一個政治人物做的事情 他就好高興 他就這樣才是政治人物 另外一個就說噁心 然後那個人就馬上退出群組 LINE最壞的地方是你退出群組 人家知道 我覺得應該跟WeChat一樣 你退出群組沒人知道 然後另外一個同學出來打圓場 以後我們在群組裡面 盡量不要談政治跟宗教 大家是小學同學 我們要尊重別人的自由 就開始講一套 我就小學同學覺得真有意思 好 五十二之天命 這天命是一個自我的闡述了 你認為自己的天命在身 孔子幾次都認為自己的天命在身 碰到為難的時候 就是說如果天要亡我 那就等於天要亡這個文化 天不亡這個文化我就不會死 這個當然是壯膽用的說法了 所以五之而知天命 頂多說孔子知道自己要幹什麼 如果你詳細等一下我們看一下 孔子到了五十歲的時候 才在魯國當了一個小官 孔子五十五歲左右 開始周遊列國 周遊列國大概十三年 六十八歲才回到魯國 所以孔子是非常非常晚的 因為他也不是貴族 雖然他有貴族血統 但他並不是貴族 所以他並沒有在 這個他的生命中間的 很早前的時候有什麼發展 他都在學 所以六十二耳順這點到現在為止很難解釋 一種解釋就是說因為耳朵背了 耳朵聽不清楚了 所以別人說什麼話我都無所謂了 反正我都聽不清楚 那邊罵我的人我也覺得他公為我 公為我的人我覺得也在公為我 所以都沒壞事耳順 怎麼聽你都呢 這個古代到現在都沒有太好的解釋 尤其六十這件事情 因為能活到六十也不容易了 我前幾年才經過耳順之年 這種東西不經過都不知道 七十二重新主義不宜舉 有人說他重新主義不宜舉 因為他一輩子已經養成生活習慣 他就不會再做這些奇怪的事 所以這是孔子的簡單的敘述 所以你一旦重新所欲 聽起來好像會亂七八糟 不會的 他這一生一直那麼守不一句 到七十歲的人 人不是說改就改的 沒那麼容易 然後他就強調自己好學 他說十世之一 有十家人住在一起的地方 這社區一定有像我一樣中性的人 品性上面很值得那種 但是沒有人像我這麼好學的 很多人都不好學 如果我能說 我當然就說 孫子之有必有中性如我這也 但是絕對不像我那麼愛買書的 我的書買到我們家樓下的Seven 每一個人一看到我就說 孫教授你的書來了 就把書拿給我 有一天我根本就沒有書來 他們也在那邊找 他說找不到你的書 我說我今天不是來拿書的 買到每一個都認得我Seven的那個 從店長開始 所以我很少到Seven買別的東西 我都拿書 所以好學 我很少像 我差不多年紀後 比如年紀大人 退休以後沒事做 我說沒事做 看書啊 你眼睛還行啊 不行的話聽書啊 或者像我同學退休了 從美國回來 他去上社區大學 我說你剛剛上社區大學呢 在美國都念過書呢 我說你回來叫台大聽課 所以我那學同學就很高興 說台大課都不用 什麼課都可以聽 當然啊 你現在退休了 你還聽什麼聽什麼 認識一個人 退休了 在炒股票賺錢 在聽什麼呢 聽AI的課 他重新要學這個新的東西 他覺得AI很重要 已經退休的人 還去研究這個 大部分人可能聽聽史記啊 什麼的啊 年紀越大 就對越古都越有興趣 有人對追求新知還是有興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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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在學校公開廠的都應該放輕音樂 或者增加知識的音樂 台大所有廠都要放開放式課程 讓你翹課的都翹不了 這是台大的風格 怎麼只是抗議某一台 好果敏求 因為古代儒家所投射的古代 是一個非常民主的古代 古代人很難往想後來怎麼樣 大家覺得社會沒希望 古代是很有希望 所以遙順聖王的情況 王位的繼承 權力的繼承 不是靠血緣的 是靠選舉的 是靠大家認可以後推舉他的 所以你說孔子為什麼好古 因為在當時的古是代表好的事情 不然的話當今有什麼好說的 還有孔子不予怪力亂神 孔子的子孫開始講怪力亂神 孔子不講這個事情 他知道事情非常多 但是不講這個事情 為什麼孔子是一個比較理性的人 在那時代是非常困難的 你看多少有關怪力亂神 對他生平的解釋 中國要是缺少孔子這麼親民的人 那大概這個所謂的 中國人的理智大概還得晚個好幾千年 我們沒有宗教的這種迷信 孔子教免的東西全部都是人生 日常生活可以用得上 然後三言中以善則施 三言行必由我施焉 這句話大家都會 則其善則從此其不善則改之 這是一個比喻 這不是說有一個是好人有一個是壞人 傳統是這樣解釋 所以你跟好人學不要跟壞人學 你跟好孩子來往別跟壞孩子來往 這就把它解釋錯了 你要跟每一個人他好的地方 比你強的地方學習 比你不好的地方自己要深自警惕 所以不是一個人是好人壞人 而是他做的事情或他的能力 這裡面沒有好人的問題 也沒有壞人的問題 這是好的事情跟壞的事情 好的能力跟不好的能力的問題 如果孔子就認為有些人是壞人 那還玩什麼呢 那不是很low的這種嗎 所以這個三人型必如過生 孔子那學生什麼人都有 什麼境界的人都有 他也沒說你這個境界太低了 我不收你當學生 他雖然有教無類 但是他還是要自行訴求以上 所以這個很多是很實際的 多聞則善 說蓋有不知而作之則也 我無事也 不知道就講的人 這是名嘴吧 現在名嘴就製作單位給你一個資料 你就上台去講 就演嗎 你哪知道那麼多事啊 我常常看 有時候不小心看新聞 看到我名嘴連這個也知道 那個也知道 財經他也知道 非碟他也知道 太太博學了 我的課應該他來教 結果有人說 哎呀不是啊 那就拿幾千塊 然後人家這個製作單位給他一個大綱 然後他就開始演了 多聞則其善則從之 多見而知之 則其善則從之 其不善則當然就要改知嘛 所以這是你看到別人是要反省自己的 而不是看到別人不好 你就群起工資 好像自己沒這個毛病那樣 我們現在都這樣啊 在網路上多少人是正義的人士 然後還笑人家正義模仁 多少人不是 然後 不求富 但是不是說有富不好啊 所以有人講 富而可求 雖執便之事無一為之 如不可求從無所好 很多人從來年輕 就希望這樣 受到社會的影響 希望在三十歲以前賺到第一桶金 那如果你活到三十一歲 那我覺得你該賺到第一桶金了 反正你只有一年可以花 如果你要活到八十歲 你三十歲賺到第一桶金以後你幹嘛 富而可求 執便之事 無一為之 如不可求從無所好 現在大概最少就是從無所好 各位念書 考大學的時候所有的志願 都爸媽的志願 爸媽志願就是社會上流行的志願 那為什麼要考那個系 那比較容易賺錢 那將來出來可以怎麼樣 那你對這個有興趣嗎 哎呀 談不上興趣 反正能念 所以也許那些科系是 是俏科最少的系 所以俏科多的也許是從無所好 好 基月而已可以三眼神 這是孔子很愛說的大話 他的學生後來也都這麼說 說紫月狗有用我者 如果要聘用我 很容易啊 基月而已可以 第一個月我就可以做出一點樣子給你看 然後三年有成 聽起來像不像選舉人講的話 呵呵呵呵呵呵呵 我自己笑那麼嗨幹什麼 我又不選舉 素而不做這也是一個說 孔子他從來不做 不是的 說素而不做 信而好古 這都要切比於我老彭 我這個素 很多人就講說 我只是講別的講法 不做自己的 別人講法好的時候你做什麼呢 別人講法好的時候你就跟著做就是了嘛 所以說素而不做 不做是不妄作 不造作 不要標心立意 因為我可以 就沒有意思 另外你看他說 學不厭慧不倦 說我默而置之 我很多學了以後放在心裡 學而不厭慧人不倦何有於我齋 這何有於我齋是一種表述方式 這對我來講都不困難 這沒有什麼 學而不厭慧人不倦 很努力學習 我們很多人現在倦與學習 在《先秦古籍》裡面有一段 子貢跟孔子說 這沒在論譯裡面 這好可惜 我在我的論譯365裡面引用這一段 子貢說我想不要念書了太累了 孔子說不可能啊 他說那怎麼辦呢 說你就到死了之後你才可以不念書 那我想不要孝順父母了太麻煩了 他說不可能啊 你就到死了之後 就是說那君子這一輩子就不可能不做什麼嗎 他說對呀 到你死了之後再說吧 這就是《易經》裡面講自強不息的概念 如果是真的知識分子沒有退休的概念 他永遠樂在其中 所以很多我看退休人士到台大來聽課的 我都覺得這些人是最好的榜樣 他為什麼不在家寒儀弄孫呢 血糖太高嗎 吃了儀以後血糖飆升啊 沒有嗎 人家還是對於這種知識的吸取 你與其在街上亂混 不如在台大校園 反正沒人嘛 對吧 這重點還在這裡 你就多吸收 在這個年紀 雖然你紀律不好 但是這個年紀 你在學習 真的是純粹為了人生 而不是為了什麼功名利路或薪水 另外呢 說說我聖與人則無其感 很多人喜歡給人戴高帽 說你去聖人啊 你去人啊 那我不敢啊 我不是 我就是為之不願 會人不倦 跟這個學人不願 會人不倦一樣 就經常在學新的東西 今天晚上說要 NASA要發布什麼黑洞的照片 是不是 這是很酷的事情 但是 我昨天聽一個廣播 孫維新老師 現在是台中的柯博館館長 他說其實那個照片 據他們內部人知道 跟某一部電影的畫面很像 結果今天我們就聊 我跟人家聊天 他說原來是從電影 我說不是不是 電影都有找物理學家當護問 所以有些物理學家 有什麼說法 他就告訴你是這樣 所以導演他們就找了 就派出來 黑洞是不是這樣 我想那個電影 就孫維新老師說那個電影 大概就是最接近 現在發現照片的那個電影 當然如果你是陰謀論者 這都是好萊塢搞出來的方樣 包括從登陸月球 都有人這麼說 那我只是這樣子而已啊 沒有什麼毀言不倦 毀言不倦而已啊 宮西華元 正為弟子不能學 不是不能啊 是不想學啊 弟子學不到啊 弟子都想休息啊 只有孔子沒有休息這概念 歷來的不管做生意的什麼 很多所謂很成功的人 都沒有休息這概念 你看到郭董什麼時候休息 政治人物我就不講了 政治人物講了以後 你會以為我在支持誰 沒有 我覺得很多人都是 我最佩服的人就是那種 幾乎不休息的人 而我不是說老闆家裡不休息 是你自願不休息 認認真真地把一件事情做好 甚至永遠覺得做不好 不斷地努力 這種人真的是 我自己很佩服 我也希望我是這樣的人 是由孔子說 德之不休 學之不講 唯一不能喜不善不能感受 我擔心我自己啊 不是擔心別人啊 我這修德不好啊 到時候被人家說 哎呦那個人怎麼那樣啊 沒有德性啊 學之不講 哎呦他那麼有學問都不願意說出來 我在三十幾歲的時候 就有人跟我太太說 你老公好自私啊 他那麼有學問的人 怎麼都不發表呢 我說哈 我三十幾歲就有學問 你真的太看不起我了 我三十幾歲 不過就拿個博士學位 我博士學位那個 那個研究題目 對全世界五個人 有興趣都沒有 然後我就專家 那我拿出來講啊 那我現在源源不絕出書 就有人說你都不睡覺啊 每天在出書 我說也沒有啊 就累積了 有些書是我寫的 有些書是我講的 別人寫的 學生不講文藝不能洗 你知道那該是這樣 你還不會改過千善 就說不行了 我老了 不善不能改 事無憂也 孫老師你就少吃麵包吧 怎麼能呢 人家送給我吃的啊 我肥死我也得吃啊 昨天有看到 減肥最大的難題就是麵包 因為麵包有什麼有什麼 不是只有麵粉 我看完以後 我只能說我早餐不吃麵包而已 但是人家送的我還得吃啊 我媽跟我說你得吃麵包 我還是得吃啊 她是我媽呀 對吧 但不然你要跟你媽 大時候說 媽 我那麼肥了 我不能再吃麵包了 母親節快到了 這話也得下個月以後再說 對吧 燕居 到平常的時候 身身如也 腰腰如也 意思就是很輕鬆的樣子 有人我說 孫老師這個假期你都幹嘛 我在準備講義啊 我看了幾本書好高興啊 我現在在看 猶大福音說 所以猶大呢 基本上不像是基督宗教後來說的 他是耶穌的叛徒 猶大其實是福音書裡面記載 他是遵從耶穌的命令出賣他的 這樣耶穌的道才能夠在世界上走 蛤 臥底臥那麼深 這不是無間道嗎 我買了三本書 幾年前買了 這次開始看 各位同學有關西洋的東西 英文好一點 大概YouTube都有相關的東西可以看 但記住別人的立場的問題 我今天就看了國家地理頻道的 Lost Gospel of Judas 那個書也有寫 好 他說他是溫而立 威而不猛 功而安 溫而立就是他溫暖 但是很嚴厲 有人這樣講 那你就覺得這個人是兩套嗎 不是這個立是古立的立 他的溫暖 你跟他講話 他都會鼓勵你 所以這個立是古立的立 我們玉老師這麼強調 我突然發現有另外一個人 也是這麼說的一個古人 那威而不猛 這個人看起來很有威嚴 但不會給你有壓力 功而安 他對人家很恭敬 但是他不是一定是對人家被公屈膝的 他有他自己安的東西 這安非常困難各位同學 就是你人生有一個方向以後 你知道什麼事情是你要做 什麼事情是你不要做的 那種安是很困難的 有的安你會隨著外面的境界會改變 有的人安是不在乎 譬如說錢 有的人當然被這個 我們這種退休公務人員 一個月少了兩三萬塊錢 對很多人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但有些人就能夠安 隨意而安 各位要知道 將來最困難的就是安子 你們這一生如果能修到安子 別人不管怎麼樣 世界不管怎麼樣動了 你有你自己的方向 那就是一個安 如果你要隨著別人起舞 隨著你支持的政治人物 或者宗教什麼起舞你就不會安 孟周公孟周公現在是打課睡的意思 很多同學不來上課的原因說 老師我與其上每課打課睡 不如到外面去睡覺 我說同學不一樣啊 你打課睡你還會有睡眠學習法呀 老師講的東西你還會記住兩句 你在外面去你是學不到的 老師什麼叫睡眠學習法 就你打課睡的時候 我聲音會吵到你啊 你會不小心還是學到 這叫潛意識學習法呀 老師真有這東西嗎 我說沒有啊 就騙你了 術修 這也是有爭議的 術修大概有四種不同的解釋 一個就是最傳統解釋兩串牛肉乾 說你帶著兩串牛肉乾來 我一定會教你 無畏常無會言 Trimel不教人家 意思說你要帶伴手禮啦 到現在為止 大概日本人非常重視伴手禮 我也慢慢學到 我到哪裡去 我都是買了鳳梨書 加德鳳梨書 送給我的大陸親戚 或其他任何朋友 或者朋友 每個人都說好吃 好 自行書有兩串牛肉乾的意思 有穿手整齊的意思 還有什麼其他有 還有兩個意思 意思就是說 你真的要準備好自己 心理上或者外表服裝上 我就可以教你 以前有些老師對學生穿T-shirt 或穿短褲來上課 覺得很不以為然 我無所謂 特別是女學生 現在有人穿短褲 很多老師會心煩意亂 女學生穿短褲啊 我怎麼上課 真的都想太多 要不然就那個老師眼睛很好 可以看出女學生的短褲 我們現在已經 雖然開了刀 也不會往那個方向看 大家更為樂 這個業要念成社 跟家社的社一樣 社公案 問孔子與子路 就問子路說 你們孔老師是什麼樣的人啊 子路不對 你這個完了 跟你講這個幹子末 子曰如希不曰 孔子曰 哎呀 你為什麼不把握機會 推銷一下老師呢 你為什麼不說齊為人也發過忘了 是樂以忘憂 這個人一發幾分來都不吃飯的 這樣人家就會請我吃飯嗎 對吧 樂以忘憂啊 快樂的時候都不知道有憂愁啊 他的憂愁什麼 就是那四憂嗎 不知老之將之啊 年齡大了 還不知道自己年紀大了 還跟人家去削媽咒這樣 然後走了半天 要不然就是脫中暑了 要不然就尿黑尿了 真的是 我覺得媽祖真的好辛苦 每天還得照顧這樣齊齊特色的人 什麼人都有 什麼人都有 好 記憶倫理 就是指釣而不鋼 意不射樹 釣魚的時候不用網子 要釣魚一隻 你要得給人家留活口啊 還要顯示自己技術好啊 釣蝦拿一個網子 把蝦釣場的蝦全釣出來了 那還有意思嗎 他射鳥的時候 絕對不射亭子的鳥 所以這也是孔子 這也是孔子 還愛音樂 孔子如果現在 絕對跟你唱卡拉OK的 我就不知道有沒有聖歌再傳 就把孔子劃進去 所以孔子也來加入那兩個人 愛音樂 只與人歌而善 跟他唱歌唱得很好 必時反之 那你再唱一遍啊 然後我來喝 所以孔子的音樂感應鏈也很強 我相信大家 他要現在主樂團唱Raps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他那麼有學問 對吧 然後呢 有沒有樂團 如果要同學主人 可以叫孔子樂團 或叫仲林樂團 Johnny 我相信可能可以情遍全世界 好 他有一次到齊過去的時候 聽到了韶樂 韶樂時 順忍時代的音樂 三個月不知肉為 他三個月都不知道自己吃的是肉啊 或者開玩笑說 音樂會的票太貴 三個月都吃不到肉 因為為了買票 買這個搖滾區 或買什麼特別區 對吧 他不是 一般人說 因為他已經沈浸在那個音樂裡 整個都在回蕩在那個好的音樂 曰不圖為樂之之於思也 沒想到音樂可以改變到這個地步 這傳統解釋 你們現在大概好聽的音樂 大概就放在耳朵一直聽 本人大學的時候失戀 那時候還沒有隨身聽的發明 隨身聽是在我當兵的時候發明 真是好東西 我光一首歌就把一張唱片聽壞 那首歌我也聽完 這不就是描寫我的失戀嗎 有一直聽一直聽 天虛啊 這句話有點難解 可能少了什麼字 文莫無由人也 公信君這位置有的 我還算不上能夠說到就做到的 這我還不行 文莫無由人也這句話有一點不同的解釋 說我跟別人在這個上面這樣 文莫是什麼意思呢 是莫文衛倒過來嗎 莫文衛剛好有兩個字 然後三針 只是說聖 齋 齋 齊 齊 這都公家的事 這不是私人的事 齋 齋界沐浴 以前不是吃齋的意思 不是吃素的意思 而是你吃的時候是很精簡的 然後齋是打仗 齊是流行病 所以孔子對這個很講究 所以你在《襄導篇》裡面見到孔子的很多事情 其實都在表現這個東西 不亦而富且貴是浮雲 現在這個中國大陸有些人會講 神馬都是浮雲 反蘇時飲水、群火、群火、群火都一代 不亦而富且貴 反蘇時就是隨便吃一點什麼 不要吃飽 有吃就好 飲水、喝水、屈功而枕之 就沒有枕頭 就拿自己的手臂當枕頭 我就有自己的快樂 這快樂不在這外在的形式上面 不亦而富且貴又如浮雲 但是你想反過來說 亦而富且貴呢 不亦是認為這個事情是不亦的 我當然富且貴我就不要了 但是如果是亦呢 譬如我寫一本書然後賺錢 這不是亦而富且貴嗎 孔子並沒有排斥亦而富且貴 是不亦而富且貴 是不亦而富且貴 浮雲就是離我很遠無所謂 但是夏天的時候 有的時候有浮雲照著你 不是也涼爽一點嗎 所以看你怎麼去解釋這個 老而喜意 這個在別的地方講得更多 現在有出現薄書周易 孔子就說他很喜歡《易經》 一個說法是他讀《易》讀到圍編三絕 就是篡起那個築檢的皮條的 都斷了三次 他翻得很輕 要不然就是偷工減掉 那皮條有問題 只於賈偉數年五十億學易可以無大過 有學易可以無大過 因為易叫你減得避難 其實學易已經就是叫你修德 沒有告訴你說 哎呀你走什麼細竅 你就可以避開什麼難 沒有的 你君子走的規規矩矩的路 還是有人會撞你 《易經》裡面有很多告訴你這種道理的 有筍瓜、有易瓜、有泰瓜、有皮瓜 沒有常好的 人無千日好、花無千日逢 這是有上有下的 像這樣的事情 只是關鍵點在這個 加我數年 所以孔子講這話的時候幾歲 有人說孔子大概四十七、八吧 因為他說五十億學易 那既然知道易經那麼重要 你四十七、八不就可以開始學易了嗎 幹嘛加一數年 比如說那可能是四五十歲 五十以後吧 那五十億學易 為什麼說加我數年 我現在已經在五十加了好多年 所以在史記裡面就沒這句話 因為加我數年這句話是增加了解釋上的困擾 所以他就說五十億學易可以與易的彬彬也 他就文職彬彬了 他可以抓到一個恰當的點 雅言 雅言說他用官話講 詩啊書啊公開場合 這個直理 有人說這個直就是藝術的藝 藝術裡都是雅言 他就用官話來解釋 在以前中國的官話 大概在周朝的時候應該是接近現在的陝西話 我上次還有一個朋友 他說陝西人 我說你可不可以用陝西話念這一句話給我聽 他就真念 他還很謙虛說不一定念得準 我說沒關係 然後碰到山東人 我說你可不可以用山東話念一段學而實習之 他就用山東話念完 念完給我說 他說對不起 我可能念得不太標準 我說沒關係 我只想知道不同的方言 什麼樣的 台語也有人念 台語有些話也是古話 所以這是孔子的雅言 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青少年時期 他以禮為系 這個人玩遊戲跟別人不一樣 孔子為兒 當兒童的時候 西系昌 然後陳祖斗 色里容 斗這個字就是擺這個祭品的一個東西 一個架子 像斗一樣 所以叫做陳祖斗 色里容 然後楊虎呢 處孔子 楊虎應該是孔子的相親 比他年紀大一點 所以才敢對他這樣 所以楊虎有些書 覺得楊虎是孔子的心魔 只要楊虎一出現孔子 楊虎就有一點 這樣 你看孔子腰蝶 腰蝶就是他母親死掉以後 腰還纏著那個 喪禮的那個 既是想事 既是要招聘人才 孔子就希望自己能夠去 這是在孔子不到二十歲的時候的事情 可能十七八的時候 楊虎觸 楊虎就出來跟他嗆他 說既是想事非敢想事 你是哪顆蔥哪顆蒜啊 你也要去聘人 你誰啊你 孔子優勢退 大家就這樣 就說 不是人人平等啊 沒有這回事 在孔子的時候 十七歲 這是孔子世家裡面 第一個標局的年紀 這個字叫唸西 很容易唸成梨 因為一公梨兩公梨是這個梨字 孟希子遺言孟義子 要以青少年孔子為師 這表示有人很賞識他 你不覺得這跟佛陀的阿斯陀仙人的故事很像嗎 勃勒千里馬常有 勃勒不常有 你得找到一個能認識你 或認清你的長才的人 這個是非常難得而罕見的 很多人就是忌妒你的才 你這算什麼啊 誰不會啊 哪有說 哎呀你這個長才真的很難得啊 我都沒看到幾個年輕人像你這樣啊 你這生有多少人會這樣鼓勵你 非常爽 我有一個朋友 很慘 這已經過世了 他在割大拿到博士學位 在當時也沒什麼的方便的聯絡方法 打玉洋電話回家 他母親說 你得益什麼呢 你才拿到割大博士 等你拿到諾貝爾獎 你再打電話回來 哦 諾貝爾獎媽媽 他就沒電話了 你想 割大唸 唸的申請割大都已經不容易了 割大畢業呢 又不容易上 再加上不容易 都還唸的割大沒畢業的 好 所以這個也是 就講到他十七歲的時候 所以因為他少年好禮啊 只有他知道了 後來就跟著南宮禁俗什麼 到了這個東都洛陽去 去這個 跟老子問領的事情 所以十七歲就有人看出他的長財 顯然也跟他在當地的那個廟裡面 所謂的廟不是現在的廟啊 是那個宗廟裡面的服務有關 他是當了小官 說平且見 平是沒有錢 見是沒有地位 這是兩件事情 我們現在都講平見平見 因為通常平就會見 見就會平 見就會平 那這個平見平見是這樣 集長呢 常委 這個常可能打錯 就在紀事上面做一個很小很小的官 廖良平負責這個蹭糧食的 然後常委私立 旭凡席 由視為司空 這個司空不是後來的什麼司徒司空司馬這種大官 中央級的官員 這可能就是地方的小官這樣 然後後來有一種英國的點心 特別是下午茶點心 叫司空 對不對 竟然沒有犯成司空 有的犯成司康 我覺得有點可惜 這時候講的不太合適 因為有點惡 好 清明公子四周見老子 到底有沒有這回是 這一直有爭議 是不是這個時候也有爭議 光是司馬遷的記載 在這裡的記載 跟在老子 跟為什麼管仲的傳記裡面的記載 就不太一樣 講的話都不太一樣 司馬遷一個人寫的 我寫的都不一樣 好 那個反正他們去見老子 老子是號稱 當然老子是誰在史記裡面就有爭議 講了三個人 到底是誰不知道 但沒有人 不太有人相信老子就是老來子 所以應該就是兩個人 總而言之 老子是當時很有學問的一個老先生 就概念老子云 辭去的時候老子宋子曰 老子說你要走啦 富貴則送人一財 我聽說有錢人人走了 就送點錢給你在路上花 人能送人一言 我有得的人 沒錢的人就送人 送幾句話給你吧 無不能富貴 這不能不是不能 就是我不富貴 我不是有錢的人 那我就竊人人之好 就充當我這個人人吧 那我就送你一句話 聰明生茶 禁於死者 好於人之緣 不要一天大晚上去討論別人 你是當網紅嗎 在一天大晚上被槓別人 你聰明生茶 你會禁於死 總有人來K你 看你布袋打你 博變廣大 為其身者 為人發見了 你幹嘛去說人的壞話 把人那壞事都揭發出來呢 博變廣大 你以為你是正義人士啊 你會身為啊 有人會把你殺啊 為人之者 為人誠的為有己 你當人誠的人 跟當人誠的人 都不應該有自己的意見啊 上面人說什麽 你就跟著做就對了 唯唯諾諾就是了 你想青年公子會相信這話嗎 那就不是孔子啦 那青年老子啦 青年莊子啦 孔子怎麽能接受這種話呢 年輕人幾個人要接受這種話 我就不講孔子了 各位同學 政治事情不要管 你以為正義的事情哪是真的正義啊 你們會聽嗎 沒有人會聽的啊 我年輕過也不聽啊 我覺得都是你們這批老頭啊 才讓這社會這樣子啊 縱容這些惡的存在啊 我會想待就是這種了 我相信這種 所以你不要亂出頭 有些長輩不也告訴你嗎 出頭的船子先爛 個人自管門前血 也修管他人瓦上雙 我小時候就聽過啊 我就覺得這些人真的是腐敗啊 老子就這樣搞著孔子啊 孔子周繁盧 弟子稱義近年 就是弟子越來越多了 燒義近年 不是稱義近年 所以這是孔子見到老子 等於不歡而散 這裡面有代際衝突 不同的價值觀的問題 還不講不同學派的問題 因為老子傳說是周的駐下史 看的故事太多了 那種耳與我詐的事情 老子是逆來順受的 孔子是要改革這個世界 你跟一個改革說你就別這樣 改革者能聽得下去就不叫改革者了 好 所以這個我每次做這一段都很感觸 十七歲接下來就是三十歲的事情 齊錦公論秦之王霸 有人說沒這回事 這個時間的問題 總而言之一樣 這個春秋的霸主都希望能夠讓國家富強 那孔子呢是希望讓世界太平 所以跟富強跟太平這兩個件事情就會有衝突 他這邊講到雨於三日受制 正式講這個五谷五代夫 這是有一個典故的 是百里希的典故 所以呢說齊旺可以齊霸小雨 謹公這個說就是月的意思 說要做王道不要走霸道 王道強調和平 霸道強調武力 簡單講就是這樣 那有人是覺得武力是不可能的 有人覺得武力是解決問題的最快的方式 所以這個歷來有不一樣的想法 三十五歲接下來 他為高昭子家臣 文韶三月不知周圍 這是剛剛有講到文韶月到齊國去 他到齊國還當了人家的家臣 他那時候才三十五歲嘛 剛出道嘛 那有人願意用他已經算是不錯了 好 那接下來 那齊錦公有問證 這裏面有燕英飛如 因為孔子在論語裡面曾經說過 燕貧眾善與人交 所以是燕子這個人士非常好 可是在這裏 燕子好像說了他壞話 所以針對這事情 到底這兩個孔子跟燕子的關係是怎麼樣 好 齊錦公問證 孔子孔子就說了一句像相聖講的話 孔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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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 古蹟而不可鬼法,古蹟不是说爱讲笑话,爱讲笑话是现代的意思,我们年轻时候念滑稽,老是说不能念滑稽,有点古蹟,真是滑稽了,古蹟不是要念古蹟,总而言之,这个孺者不可鬼法,他没有中心思想,简单说法是这样,没有鬼法,不可以拿来当作猛样, 巨傲自顺,自以为了不起啊,自己有一套啊,自以为了不起啊,不可以微笑,从来不当人家的下手,要当头,然后呢,崇尚税哀啊,哎呀,他们花很多时间搞葬礼啊,叫你啊,怎么会哀妻啊,这个,就是后来莫子也反对后葬,儒家在葬礼上面真的花很大心血,他们基本上是葬礼仪公司的先驱, 连孔子葬礼都做得非常风光,风光到后来很多人来参观啊,那真的是人进得去啊,什么财出得来啊,什么发大财,什么之类的啊,好,然后呢,这个怎么,灭产后葬不可以为俗啊,我们不应该提上这个,燕英是非常节俭的人啊,所以他的讲法都跟历史上描述他是一样,非常非常节俭的人,管仲是非常浪费的人啊, 啊,所以这几个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有这些,这些习,然后游说其代啊,不可以为什么,我啊,这些人一天到晚的,这讲的有点像我们后来理解的纵横家啊,那子贡答案就是这样的, 自大行之习周世纪衰啊,这个后来就是三皇五帝以后啊,周世纪衰以后呢,李月缺有见,就是李月已经李风月坏很多人都不知道,然后孔子呢,圣荣氏,你看他穿的那样啊,穿的很富丽啊,然后呢,凡登将之礼,先生你请,不你请,您先,您先,您先就这样啊,这弄得很复杂,而且他讲三遍才能往前走, 所以这不是凡登将那边,趋祥之节,啊,这弄得太细了,累世不能带齐学,你怀疑一辈子你也学不完啊,啊,然后呢,当年不能就齐你,你怀疑你都搞不清楚,这理得,你都繁复的很,意思就是说这人烦,懂吗,君余用之而宜,骑书非,所以先序免,这老百姓哪有时间给你搞这个啊,你还要用他来改变我们 我们齐果,不可能的,这人都很不切实际的,啊,后来景公听了,当然也觉得有道理啊,就景公见孔子呢,不问齐理,就不说了,啊,就开始敷衍你了,如果一个人第一天跟你很认乎了,第二天跟你很认乎了,然后后来就看到你像没认识一样,你就知道,认识同学作业是没有用的,不是嘛,认识同学说,同学,根本答应了几个问题,三个问题,啊,讲了这样,等到过几天, 一天作业教了,然后就看到你像没看到的一样,人情冷暖啊,同学,啊,所以这是,啊,很多人认为儒家的,但后来基本上儒家是,是这个样的,被认为真的是花太多时间在礼述上面,啊,所以就不能,四十二岁,你看,博学多文,哇,这个家伙,什么都知道,基本上是人肉wikipedia,或人肉骨骼大神, 有一次呢,这个鸡瓶子他们穿井,啊,在挖一个井,都挖出一个土罐,土罐里面装了一头羊,啊,然后就说,呃,你去问一下那个,那个,那个,孔秋啊,啊,他很厉害,什么都懂啊,记住啊,跟他说我们挖到狗啊,我就看他是不是真的很厉害,结果人家就厉害啊,仲宁曰,以谋所闻,羊也,怎么是狗呢,我听说是羊啊,呦,有羊, 眼线,学生多就是这个好处,懂吗,啊,有的学生在前面,有的学生在后面,老师,那是羊,他会骗你是狗,啊,牧师之怪魁,啊,这个魁字,啊,有两个朋友的小孩都叫魁,我说你,你恨他还是恨他朋友,这字怎么写啊,这是,啊,魁,啊,魁是古代的音乐家,啊,可是呢,因为有人误读,说魁依族也,有魁这么一个, 这个人就够了,这人能力很强,结果被误解为魁是只有一条腿的东西,魁一族也,魁就是一族,你看这误解还不是从今天开始,啊,王梁,我们现在叫痴魅王梁,水之怪龙,王相,还土之怪叫焚羊,意思就是说你这玩意儿,有记载的,是焚羊,啊,这个吴国就派一个使者来,啊,问的问题呢,简单讲啊,他们就找到挖这, 这当时也不叫考古啦,我们现在叫考古,就挖出了一个东西,啊,挖出了一个东西,啊,挖出了一个东西,很大的这个,大概,呃,化石,啊,我们现在,这挖出来的恐龙化石,就很多人会很有兴趣,结果呢,这个就是,就是骨节钻车,这叫骨节钻车,你可能误会它是一辆车,它就不是,啊,大概合乎逻辑的推论,就是那个骨头大到你需要用一辆车来带它,然后那个骨头是什么骨头,然后孔子说,这就是因为, 因为当年呢,大宇,啊,就是下朝的这个,这个开创者,啊,那个要求群神,当然那时候的神,不是像奥林匹斯的神,这神就是各部落的首长,啊,要求各部落首长在会计山会,会面,那这个现在在中国大陆的会计山行,还有大宇的坟墓,就没想到,这个防风寺来了晚了,他就把它给杀了,啊,然后这个奇捷钻车车,说防风寺的那骨节很大, 大概是巨型人这样的东西,当然巨型与否,啊,这个现在也很难去考证,因为孔子如果都九尺六,啊,我相信这个,这个人不会太矮,这样子,啊,呃,于沙尔路之,啊,所以奇捷钻车,不是说他的,他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就是他的骨节,他的骨格很大,需要摆一辆车,那当然就问题在这里,啊,那那辆车有多大的问题啊,对不对,如果那辆车就是一辆小车,那这不是什么太稀奇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大小, 好像是相对的,啊,所以呢,骨节专车在当时认为是大义,所以那是防风寺的骨头,啊,呃,所以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啊,就是有一堆骨头,那就是把防风寺杀了,啊,呃,现在在全社各地,因为近年来人类的这个,呃,战争,所以常常有那种,啊,埋葬,埋葬,无名尸骨的地方,啊,那那个你也挖出来,也一堆骨头啊,啊,也一堆骨头啊,啊,啊, 呃,现代人用这个,呃,火化的方式,将来要找骨头就比较难了,啊,那当时人就是,就买骨头,啊,老子说柔弱的没有比舌头还厉害,所以舌头能活得久,有人说这个违反我们的经验啊,因为你人埋在土里的话,舌头早就腐烂了,最久的是你的牙齿啊,只要没有蛀牙,你牙齿活得比那个还久,什么柔弱的又能活最久,啊,所以有人就因此驳斥老子的说法,因为老子的说法, 用这个比喻是不下当的,简单讲,好,后来说谁叫神,啊,这神当不是现在我们要拜的那个,啊,尤其像我们现在三月台湾,对不对,削妈咒,所有人都在那边疯狂,啊,然后连要出来选总统都要问妈祖,啊,我觉得这神明真的很辛苦,啊,啊,干脆他指定一个总统,好了,啊,对不对,我们也可以省得投票,不要浪费资源,啊,就他了,这样,啊,把白沙船妈祖啊,全台湾的妈祖都跑,都集中过来,说这样子,你们来选,你们是神明,你们知道, 怎么样天佑台湾,啊,那下面有五个候选人,你们把握一下,我觉得这是最经济的方法,啊,也符合我们对于民俗信仰的那个,啊,你当然应该知道,我是不相信这种事的,啊,好,三川之神,足以钢天际,啊, 持守为神,就对于这种大自然的神,啊,这个大自然现象,把他尊为神,啊,那设计是公猴,这都是王子,说防风是何手,这不是防风是的骨头吗,那他当初是负责什么的呢,啊,防风是一个人吗,还是一个,一个大自然现象呢,应该是一个人了,啊, 然后这个仲尼就说,啊,这个都不太重要,啊,啊,然后呢,人长几何最长的,啊,就大人,大人说他是高个子,啦, 啊,仲尼说,娇妖是只有三尺,大概就哈比人的意思,啊,这种人高,小人,大人,这种,这个每个文化都有这样的说法,啊, 啊,短之至也,然后长不过十之,就三尺的十倍吧,啊,啊,那数之即也,啊,啊,说哇哦,觉得他什么都知道,所以叫善哉圣人,这圣人不是因为他做了很多有道德的事情,而是他什么都知道,所以圣人的说法在,啊, 啊,孔子那个时代,跟在后来时代是不一样,我们现在不会把一个很有知识的人叫圣人,你会把谷歌叫做圣神,啊,谷歌就是你会查的, 谷歌的知识比孔子多太多了,对吧,好,那还有呢,因为这个杨虎,啊,就是也是杨货,论语杨货,偏杨货跟杨虎,是同一个人,啊, 搞垮鲁国国政,所以孔子退而休,世书礼乐,啊,鲁国的国政呢,鲁军没办法处理,所以交给了谁,就交由三环, 三环呢,也不是自己来搞,最后交给了三环的家臣,啊,所以代代都是由下面,下面一层人来做, 孔子当然很不爽这样的事情,简单来讲是这样,所以孔子退而休,世书,所以不是周游列国以后才休,世书, 孔子周游列国以后回到鲁国,大概已经68岁69岁,啊,离他的最后的晚年,大概只有五年到六年的时间, 所以在年轻时候就已经有一段,杨虎或者杨货,啊,应该跟孔子是这个, 呃,老乡,啊,那杨虎呢,又比他年纪大一点,所以每次孔子看到杨虎都会有一点,心中都会有一点怕怕,啊, 然后杨虎对孔子就可以这样一气之始,这样啊,啊,所以这里面就这个,这个这段的故事, 司马迁这段故事就是讲这个这样啊,讲孔子退而休,世书, 休,世书什么意思,就把原来世书里面很多篇不相关的就干脆删掉,相关的他觉得重要拿进来用, 甚至有一些可以发挥的这样的,啊,这是简单的说法,啊,啊,好,那他到五十岁的时候, 真的是五十岁之前,还没周虎列国,周虎列国是在五十五岁左右的时候, 然后杨虎呢,搞了半天,最后也垮了,所以就跑到齐国去了,啊,这个,呃,各个国家,这个很乱的时候,呃,很多坐街饭客人可以跑来跑去,啊,这个台湾跟大陆也是一样, 在台湾后面下去,就往大陆跑,所以往大陆跑的有很能人,有不错的人,也有很差的人,啊,那在大陆有些人跑台湾也一样,啊, 所以这个,啊,有人跑美国,啊,那美国也是最好的人跟最烂人都在美国,啊,最有钱的人,各国最有钱的人,大概都住在美国,啊, 所以美国有些财富真的是不得了,好,那个孔子,啊,不应公三不丑之照跟子路的反对,啊,公三不丑,你知道这个名字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人的呢, 江湖上好人会有这个名字吗,啊,好,公三不丑呢,以这个,这个地方念弊,啊,虽然是费于心的费,啊,他就占据了这个小城来判这个济世,他是济世的家臣,啊,就我比你伟大啊,对吧,我比你有担当啊,照现在的说法,对吧,啊,凭什么就你能统治,我不能统治呢,你谁啊,我都可以,那他判的时候,他希望有个能人啊,那谁是能人, 孔子是能人啊,哪也知道孔子有大智啊,那我们就找个孔子好了啊,啊,孔子是大智,不是大智啊,最近在看,嗯,我们与恶的距离啊,一个叫李大智啊,啊,啊,好,孔子呢,寻道弥久,问问无所事,他自己有个道要传,问问无所事,没人要用他,这个是就是用的意思,啊, 啊,莫能己用,啊,这么讲,就说哎呀,盖周恩王起封号而旺,这个旺天下的意思,啊,周恩王呢,刚初也是靠一个小地方起来的,然后这个币呢,现在虽然小,也有可能啊,不可能,竖姬,啊,就是有可能的意思啊,欲王就说那试试看吧,有这个可以发挥我理想的地方,指路不约,这个说呢,是约的意思啊,古代用说大概就是约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竖心旁的约, 就是孔子说,你怎么可以去呢,这假如是个叛徒啊,啊,啊,孔子约,赴我这企图在,人家难道随便找我的吗,我好歹在江湖上有一点名声啊,对吧,如果用我这其为东周乎,如果你要用我,难道还要遵守,还要一直想着为东周吗,啊,用我,我就用我的长才啊,这样子哈,当然这段就有点不太知道他什么意思,具体来讲,有人认为孔子是向往东周的文明,所以他这里呢, 好像已经到了另外一境界,不觉得自己应该效法,应该遵守东周的,呃,照供养学的说法,像我们郁老师就其中之一,这位孔子的思想经过三遍,第一段呢,他是欲乎文哉乌从周,说哇,周朝的文字典章都非常的灿烂,所以我要追寻周朝,我希望再现周朝的黄金时代,所以这是第一个阶段,还是以周,从周为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如果有,呃,就是,呃,呃,就是,呃,呃, 哪个阶段,好像就是这个吧,呃,如果有,呃,这应该是第三个阶段,他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不在意周朝的这个文贝灿烂,因为周朝在文化灿烂,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也是共产学认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传天下,是传子不传贤,然后这个,呃,应该孔子的理想,跟历代儒者的理想,都是应该传贤不传子,到现在民主时代的一个最基本的想法是一样的,你要选出来的人, 是那个贤能的人,能为人民做事的人,而不是那个富二代,官二代,什么什么二代,啊,这不管共产主义,或者是台湾国民党,啊,或全世界什么样,都是以这个贤能政治,为一个主要的理想,啊,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当然实际上怎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公开讲,你都不能说,我认用这个人,是因为他是我儿子,他是我亲戚,他是我学生,你这样讲是说服不了人的,你要讲都说,因为他有, 有才能,所以贤能政治这个想法不是,不是某一个政党,或是某一个,呃,时代的专利,这样啊,呃,呃,所以孔子呢,就是被认为是当时的贤能的人,啊,呃,定工呢,以孔子为中都载司空大司寇,所以有的官民看起来很大,其实因为鲁国很小,所以孔子能管的事情大概也不太多的,啊,所以孔子做的官大概就是五十几岁以后的事情,啊,五十五岁之后列国就是因为没官可做了,啊,他的理想, 可以靠着作怪来实现,啊,很早以前有学生问我,说老师,你当一个老师,你觉得满意吗,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你当老师,你能够实践你的理想吗,我说我的理想当老师刚刚好啊,啊,现在流行什么刚好而已,老师,你不想改变这个世界吗,我当老师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啊,啊,我说那你觉得该干嘛,他说老师,我觉得最好改变这个世界的方法是当政治人物,才立志从政,我说你相信, 从政是你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你啊,啊,有一首歌就是这样唱的呀,啊,他说老师,我跟人家不一样,我说每一个他去做这种事情,都是这么说的啊,我跟人家不一样,结果都跟人家一样啊,啊,我们当老师好歹还有机会跟人家不一样啊,因为我们当老师的纠葛很少,我们的利益非常非常少,而且我们还忍弄多少寂寞,上课的人越来越少,你看这种美,对不对,投票的人越来越少,你就选不上了,我们他们越来越少,我们还 我们还得教那种心中的煎熬,哇,就是不是一番人能忍受的,我们这就是孟子说的,啊,这是由由天降降大于四人眼,就只有我们这个老师,啊,孟子那也是,讲完了都没人了啊,啊,所以这个从古到今都一样,孔子最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峡谷之会》,这个看起来念家,应该念侠,啊,啊,那这怎么一回事呢,其实这里面孔子,好像也不太内的啊,啊,好,就是定宫十年春,这个是有记载的,这是非常 确定,呃,他杀到邵真王,那个事情还不一定有,但这个事情是一定有的,因为都有记载,啊,好,那这个夏,在夏天的时候,啊,这个离居,啊,离居就是跟景宫,景宫是齐过的人,说鲁国用了孔秋啊,这个人是很厉害的人,这是贤能的人啊,齐是围棋,鲁国一旦壮大,齐过就没有好事,啊,那时候是一个零和游戏,不像说,哎呀,鲁国壮大,我们齐过就跟着发啦,啊,没有人是这样想, 那都认为是个零和游戏,所以乃使,啊,试着,啊,告鲁国为好会,好,我们就先跟他来签订个和平协定吧,啊,打起来总是有人会死嘛,和平总是好的嘛,啊,当然台湾现在为了签和平协定还有人反对,这也是很奇妙的事情,啊,反正这里面呢,很复杂,啊,这有时候不能让开,好,鲁定宫呢,以乘车好网,啊,孔子摄像是,摄像是,具体来讲,就是负责礼仪方面的事情, 两国的国军相见,一定有先去部队,去讲了一下,啊,我们人来要怎么样,你们人来要怎么样,他们在什么时候握手,要不要握手,如果这个领袖人物是不同性别的,那根据哪一国的礼节,啊,那大部分人根据西洋礼节就是握手,但少数人是纹脸颊的,你到诺鲁国碰鼻子的,啊,因为我们的官邮国很少,啊,所以很早以前就注意到,啊,我们的这个总统到了诺鲁国去, 就跟对方这样碰鼻子,啊,那你鼻子高还好啊,鼻子低,那就尴尬嘛,对吧,啊,我不知道最近我们的蔡总统去是,是碰鼻子呢,还是怎么样,因为好像有关他的新闻,就被别人盖过去了,我觉得这有点尴尬,总而言之,孔子就负责这种礼宾之间的事情,啊,你等下看,那个就是相识,好,那这个约,这个到底谁约呢,成文有文士的别有武备,有武士的别有文备, 对,啊,这都要准备好,不一定用得上,啊,就是文的我们要有,武的我们要,古则诸侯出江,啊,然后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啊,这个司马是负责什么的啊,司空是负责教育,司马好像就是国防部的,负责五倍的,简单讲,地公约诺,啊,这个古代人,啊,yes都讲no,no都讲yes,啊,叫唯唯诺诺,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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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这就是古代的法文,懂吗, 啊,啊,这个顺便介绍,讲讲一下,法国最近那个教堂烧了吗,啊,好可惜,那教堂我也去过,好,那说诺,啊,据卓德斯马,然后会提侯在峡谷地方,他们就就见面了,啊,为坛位,啊,就组了一个高坛,啊,这个古代跟到现在都一样,那大人物见面,希望大家都看到,那最好的方法就组一个台子,啊,那这台子啊,有这种土堆的啊,有的是用这个,呃,其他方式堆起来的,啊, 啊,好,然后土阶三等,啊,就是有三个台阶才上得去的,啊,你大概可以看到,现在在孔庙或哪里有些地方,呃,很多台阶都超过三等,但大部分都以三等为一个单位,以惠语之礼相见,啊,这惠语是诸侯相见的礼,啊,一让而登,因为这两个都是诸侯,对周天,周天子来讲,啊,那这个,呃,好,就反正大家就仇,就是行李如仪啊,你看过古装片,大家多少可以想一下啦,啊,齐国的有私,有私, 就是官员啊,齐,齐就是快步小走,啊,啊,现在有些戏还是这样演的啊,那个官员静静出出,都很快步小走的那样子啊,啊,然后靖约就说,请奏私房之缘,我们要奏音乐是要特别选的,不是随便就弄一个音乐,你们自己这个现在,如果有什么音乐也都是有,都是有特别意义的啊,我今天要送一首歌,什么歌呢,那歌词内容都是有意义的,警工学诺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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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 诺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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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为两军为好会,一地之月何居此? 这兵器啊,看起来是要有一些什么武备的想法 你怎么会有一地之月呢?这杀伐之音 这不是一个和平的会议吗? 就先向秦明有私,谁负责来?你负责给我出来 不去,就要看燕子跟景宫的脸色 人家发现了我们有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恰当吗? 景宫心座,心虚了 会有趣,下去! 然后呢,有请没多久,其国有私,又来 屈而尽约,请做宫中之约 好吧,那我们就把我们宫里面的音乐拿出来演奏吧 你不是错,第一个不要干不就行了吗? 你刚开始要威吓他,表示我们武器和那个 所以找了一堆人,呼呼呼呼 听起来就很不那个嘛 好,结果呢,幽昌诸儒为戏而前 中国古代的这种所谓的残疾人 或者是这种,我们现在叫什么名字? 现在改的叫残疾人是吗?还叫什么? 反正这个人都会有一些用处 那昌纪诸儒呢,都在宫廷里面,西洋也有 因为他们长得很特殊,所以呢,有时候会给这个 当政者一些乐趣 这当然某种在我们现在来看是病态的乐趣 所以呢,那这些人呢,就训练自己啦 这个嬉闹啊,让这个祖上高兴一下 所以威胁而前,就让这些人那样 孔子趋而尽,立即而动不尽一等 又赖了,这家伙 但是他懂得理啊,别人不懂啊 说匹夫而淫祸诸侯者当诸 怎么这个场合有你们这些人来啊? 这什么合乎体统啊?简单讲 勤命有失,谁负责?又出来 有失假法焉,又说 结果就手足异处,就把那诸侯给砍了 不是你教人家上去的吗?对啊 那姓孔子说不应该上来 所以我就把你啃了 你看这诸如昌悠,多可怜啊 看到这段,我就觉得 你们这是违反残障福利法啊,这是 你们这不把人当人看啊 仅供巨而动啊,知义不弱 知道自己理亏啊,归而大孔啊 回来就吓着啊,说 你看这家一见面,我们丢脸丢大了,我们齐国 卢以君子之道扶其君,鲁国的人是用君子之道啊 你们这些,就是骂他的大臣 都以以利利之道叫寡人 你们教我这什么玩意儿啊? 使得对于鲁军 你看这在国际场合上我丢大脸了吗? 还被司马迁给寄到了,这还得了 这丢一辈子,丢几辈子 你都对了,为之那样怎么办呢? 这个危机处理啊,有私禁对约,这没讲说是一燕子啊 说君子有过,这谢一志 小人有过,这谢一文 这讲说古代有这个道理 那这样子吧,我们就谢一旨 就我们就送一点具体的东西吧 谢一文就是你至少写一篇文章 或写一个什么东西来跟人家对不起吧 其侯就把鲁军在鲁国这几个三个地方的田 就还给了鲁婆,就这样 这就是孔子的最大的功劳 他干嘛的吗?没干嘛 就告诉对方你不守理智 那对方应该说那我守什么理智啊 我是霸道国家,我跟你玩这套嘛 还是要玩这套啊 所以你别看这种规约这种制度 在政治场上是非常有用的 谈判的时候你就是要拿着规约讲道理 国际上是在实际上运作不讲什么道理 但你真正要征求权利的是讲道理的 你跟他不讲道理 尤其小国你根本没办法 所以这是孔子可以给我们的教训 如果我们将来有些人将来变成谈判人才的话 在你的声势不够大 但是你的理注足够的时候 那就是靠理来争取自己最大的权益 要靠理来争取自己最大的权益 就是游戏规则啦 五十六岁 其实他那时候应该这个是以后或之前就开始咒烈过 那如果他是五十六岁诸绍之王 那就应该是之后就出国了 冰公十四年 他空子里有五十六很老了啊 由大司寇行社相氏 所以这个阶段呢就说他当了大司寇 大司寇管司法 行扇想说他做宰相 鲁国那种小国 做宰相也不是什么太高的官 有喜色 喜行于色啦 终于可以这个实行自己的理想 孔子在论语里面笑的机会非常少 这个说喜行于色 门人曰文 我听老师说过 等会文的话都是听老师说了 尤其门人曰的时候 俊子获之不惧 福之不喜啊 老师你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些 你自己当初教我们东西 你自己都没做到 孔子曰有誓言言 不错 我是跟你们讲过这个话 有人说这不是孔子讲的 就说不错 是有这样的说法 看你要怎么解释 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 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你自己身很高贵啊 下面人都服侍着你啊 出门的时候 你叫车有车啊 要吃伸手 人家端上来啊 乐其以贵下人啊 谁不想做这个事啊 多好啊 说完这话 孔子就租了路国 乱政者哨着毛 乱政者他干了什么呢 这里面完全没写 后来就注解说 他干了一个五件事情 那五件事情 没有一件事情是具体的 都是说他心里面 这个人很阴险 很什么呢 这道德上人格上的瑕疵 那就足以把他杀掉嘛 所以如果孔子这样去杀人 那孔子离屠夫不算太远 所以有人认为这段 司马迁竟然写进去了 这真的是污蔑圣人 他怎么会做这种事 那记载这件事情的 司马迁可能根据当 荀子有记载这件事 所以一般的儒家就很讨厌荀子 你怎么可以污蔑孔僧人做过这种事呢 这是完全不对的 而且是不符合的 更何况有损孔子形象 所以荀子一辈子都不可能入孔庙 而且他原来姓孙 就把他念成他姓荀 你看 那我今天改名我姓荀那怎么样 除非我们家有人杀人 论什么之类去改名 所以这个孔子文正三月 基本上就是这个做生意的人 都很老老实实的做买卖 男女行者别于土 男人走一边 女人走一边 我们现在来看 当然是不符合的 在当时认为这是很有秩序的表示 徒步时宜 路上有人掉东西也没人捡 在那个匮乏时代 大概也掉不到什么东西 你可以捡的 我小时候是一个那种物质 非常匮乏的时代 你要捡东西去卖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小时候呢 放寒暑假 真的很无聊的时候 到街上去捡什么 断掉的铁片钢筋 那你一下午你都找不到几个 然后有时候只卖一毛钱 那个时候不需要有这个环保人员 因为基本上没有人乱掉东西 没有东西可以丢啊 你们现在所有人都有断舍离的问题 你就知道这资本主义生产过剩 每个人家也都有一堆用不上的东西 那你都买了一堆用不上的东西 才需要后来人家提倡断舍离啊 而四方之客 自乎异者不求有私皆与之以归 就不必再受到这管理 所以孔子一旦治理了这鲁国 他要强调这个真的不必讲他诛杀少宗毛 这个事情 我觉得正要讲到孔子的攻击 就是他把这个鲁国治得很好以后 少宗毛再也不会那么阴险了 有人之所以会那么在乎自己的权益 是因为制度没有保障他的权益 我看到很多人 特别是现在大陆人多一点 慢慢也会没有 以前台湾人不排队 为什么不排队 你排队你就觉得你权利被受损 没有想到你排队大家权利才不会受损 这个道理我从到美国去以后才学到 美国人干什么都排队 领钱三台机器排一队 为什么三台机器排一队 在台湾三台机器就排三队了 对不对 三台机器排一队 因为万一中有一台机器坏了 你排队的人呢 就可以有权利用另外两台机器 但你想你排到那台机器刚好坏了 你不是要从何排起吗 你的权利不是受损了吗 但如果你排成一队 速度其实不会太慢 排成一队 等于两台机器有你你就上 美国人是这样做的 那你拿号码牌是一样的道理 但拿号码牌浪费几张 我在八一年代到美国去 每个人都排队 非常规矩的排队 没有人 而且排队都不会影响到别人的动线 他会自己看着那个情况 决定了后面的人怎么排 我们台湾有时候还要需要 找一个人来维持排队 这边尾巴在这里排队买票的时候 我觉得这点我们的文明 还没有进步到很大的地步 我去年在南京 刚好那天晚上 那个机场大 那大雾不能上 飞机不能开 第二天呢 那个同行的那个大路团 天呐 抢啊干嘛 上飞机难道 那位置都昨天画好 那抢什么呢 上那个boss也是抢啊 我就不知道你抢什么呢 一定可以到的吗 我就觉得可能大家在小时候生活的时候 你不抢你就吃亏了 跟这有关 而美国人很少抢 因为排队通常不会吃亏 我刚回来也看到台大医院 光讲台大医院排队 从你自己看哪一条 哪一条那个排队最短 你就去那一条 但是万一那个人拉下帘子来说 他开他已经不营业了 或他不服务了 那你就自己倒霉 自己再从后面排起 我那时候想说 为什么不用号码排 或不排一队呢 后来慢慢也有人发现 所以这个不是聪明与否 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你如何让那个顾客 或让人民觉得自己的权益 不会受损 那他不会受损就会守规矩啊 那因为我们的文化 大部分的人 守规矩的人都是倒霉的人 所以呢 才会有很多人不守规矩 因为他不想那么倒霉 好 那这个顺便孔子嘉瑜也讲到这个故事 不过他还有一个子宫的质疑 孔子就说 那因为在实际没说嘛 因为他第一个呢 他是心逆而显 这边非常阴险啊 尖巧啊 心辟而尖 他行为 这是心呢 这是他的行为 法治代官的行为 辟而尖 三言 讲话为而变 讲话都不实在 既丑而伯 他告诉你的事情 他记得说 顺非而者 他就是表面上 好像很顺文 其实都不是啊 简单一 他说 此物者有异于人 不免君子之诛 我觉得这话讲得太过分 有一个人 这样 这个任何人有一个这个行为 我们就可以杀他了 稍等忙是有五个 我给杀他五遍 我都 我都很合乎 那个 我觉得这段话是有 是有问题 好 那这个就是这样 好 那这个是讲到齐国人很怕 孔子为政 因为扫着某那个事情 你看他一上台就杀了 然后那个治下了 那比较像法家的想法 靠杀 靠刑来 靠刑来罚这些人 好 所以呢 他说 何治地 这个就是说 这是另外一个记载的 居之不可治地 庸慈乎 所以说我们用别的办法吧 这个办法是老套 确实一直有效的办法 女人跟钱 所以他就送了这个齐国中女子豪者八十 送了美女八十枚 然后穿得很漂亮 然后跳舞 然后文马三十四 送三十匹豪马 你送他以后呢 反正将来都还是自己的啊 我觉得这是最厉害的地方 现在送了好像是你的 哈 等将来都是还是回到我手里 这最厉害的地方在这里啊 然后这个送给路国的君主 路国的君主大家很高兴了啊 然后祭坊 祭环子呢 就当时的真正当政者呢 为福王冠再三 有没有请假 当然古代人不请假 就继续去看那漂亮的马 跟漂亮的女人 再三好几次啊 最后他觉得哎呀 人家送来的马 送来拒绝人家不好啊 来一路君啊 说我出自到周到游 我把网关中日待遇正事 就寄还职 就没好好处理这种事 其实大概没这个事 他也没好好处理 这个词价重了这个人 不处理这种人 祖努约夫子可以行 老师我们带这里还有什么用 啊 这这个 这国家很不听你的啊 这个就是要烂下去 你让他烂嘛 我们要跟着他一起烂嘛 孔子说 鲁金且交 如智凡代夫 吾有则可以止 说今天呢他要行交礼啊 交礼行完以后呢 那祭天的那些生素 那个肉呢 祭肉呢 都会分给这些 相关重要的人物 看看他们会不会给我 给我的 我还等于受到重视 如果连这个礼都没有 那就 那我以后 我在读我呆子跟不呆子 是差我的问题 啊 后来呢 孔子呢 就接受了齐国宋的这个女人 跟乐师跟这个马啊 啊 然后不听证 然后又不自反主于代夫 然后呢 孔子也没分给其他的人啊 所以这样孔子就走了 就离开了故国 在56岁或55岁的时候啊 好 这是简单这样 然后后来听说就是 这个 这个 鲁国人就很后悔说 啊 我们把他逼走了 那你把他请回来啊 啊 等再请回来的时候 是13年以后的事情 啊 一个国家 没有办法等十几年 都不进步的啊 啊 好 孔子就到了魏国 卢魏之中的兄弟 啊 因为都是当时周天子的亲戚分丰的 到了魏国以后 呃 子路的太太的哥哥哥 啊 呃 亲戚叫爷卓周 孔子住在那儿 魏林公想说 哎呀啊 孔子来了啊 我们回国很高兴啊 说你在鲁国的时候 你的那个俸禄啊 薪水是多少啊 啊 那古代人的俸禄都是以这个 啊 食物计算 不是吃的东西 实际的物品计算 我们现在是用薪水计算啊 是用钱币 然后大概六万素啊 六万素应该很多啊 所以后来就有人就 孔子就住在魏国了 那那我还是给你一样的钱 啊 然后就住了一阵子以后 就开始有人说他坏话 啊 所以孔子又怕 在别人国家里面受害 所以十个月就离开魏国 可是我们离开魏国以后 又回来 又离开魏国了啊 有人说大概至少四次啊 好的 这是最有名的故事之一 所以子位于框啊 在框的地方呢 发生了一件事情啊 孔子往南边走 到了陈国 那个都很小的地方啊 现在大概就是一个镇啊 或者是一个小的城市 到陈国的时候过了一个地方 叫框啊 那这颜柯呢 如果名字没错 好像是颜回的爸爸 颜回爸爸小孔子六岁 除非是同名同姓 颜柯呢 就跟着孔子 为仆 以其侧 侧是马鞭子 就指着说 习无入于此 有比缺 还当初我觉得 从这个城墙的缺口进来的 那缺口显然没修好 可是框的人呢 听了就吓到了啊 是因为以前 陈鲁国的杨虎 曾经这个欺负过这个城墨的人 这个经过框的地方 然后这家伙又说那个 然后孔子又长得像杨虎 你看一个偶然加另外一个偶然 就出现这个 杨虎昌抱框仁 对他们临抱 框仁呢 于是遂指孔子 因为孔子壮类杨虎 人生最大不幸 就是你长得跟你讨厌人很像 真的是很大不幸 这个时候整容是一个救法 居为五日 就把他给倒在那里 就五天冻他不得啊 后来逃出来了 岩云后 岩云就跟着逃出来了 孔子说无以如为死矣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各位要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恐慌 然后惊魂俯定以后 失声的对话 所以表达了很多真正的感情 岩云回说 子在魁何该死 老师你还活着呢 我不能死啊 这话是真的嘛 这话是两人失声的感情很丰厚 子在魁何该死以后 我开玩笑说有两种意思 一种就是老师 你年纪比我大 你要死 你应该先死吧 我怎么会在你前面死呢 对吧 当然岩云那么尊敬老师 是不会讲这种话的了 那子在魁何该死 真的说老师偉心就想着你 我就想着他回来 所以我不会死的 后来岩云还是在孔子死前就死了 如果孔子想到这一段 那个泪也泪不掉下来才怪的 对吧 就算男人而有的 你们想到说 当初你不就说过 我还活着你不会死吗 怎么你现在就走了呢 因为孔子把很多希望寄出在炎慧身上 那炎慧走了 孔子觉得起到决意 孔子错了 倒不会绝的 你倒放在人身上会绝 倒放在网路上就不会绝 孔子那时候就是回去修书 三书定理乐 然后就慢慢流传 那时候没有网路了 但是那时候流传在书本上就是网路了 流传人的嘴口耳相传也是网路 不像现在这个样子 好 狂人居孔子一吉弟子居 害怕呀 孔子曰 文王寂寞 这就是壮胆的说法 说王王死以后啊 谁是负责传文化的呀 不就是咱们吗 这话是这样的意思 说同学其他都不来上课 你们来上课 那将来就是你们继承设法师的东西啊 那麽复杂 不跑了 对不对 说上这东西有网路就好了 我们在修乎 这个文可以广泛解释是文化 就我们这个人是传承文化 儒家是有这样的责任感 天将让斯文也后是不对 如果老天爷要将人类的文化灭绝 或将整个国的文化灭绝 或将当时中原的文化灭绝 那咱们也活不下去 老天的意志 如果天之为上斯文也 当然这前者只是一个说法 后者才是他真正想把匡人取入于何 如果文化不会灭绝 他也拿我们没办法 各位同学 这是鼓励的话 孔子是不是发抖的说我们就不知道了 不是听起来都争气领人了 孔子始从者为另屋子成家 然后他说 叫嘛你去帮他当管家的 然后这样才救了他 所以从魏国拉拢这国际关系 派这儿帮你忙 你让我走就走了 只为于匡普这样的意思 男子呢 其实是论语里面 有名有姓出现的女的 唯一的 还有一个女的 是孔子的女儿 但是没讲她名字 家里通也长那位 林宫的夫人叫做男子 听说当初林语堂翻译论语的时候 就把男子翻成Nancy 因为讲的老外也很容易了解 你翻成Nancy 他也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翻成Nancy就不必解释 十位孔子曰 四方之君主人 男人就有人来都得见我 意思说我是很重要的人物 你不知道吗 孔子慈性 哎呀 不得意的 真不得意的 这非得见 能不见就不见 但是抖不掉 结果两人在哪一见呢 在一个帐篷里一见 在吃围之中吃围这种纤围 夫人 男子 孔子进去以后 北面鸡舍 这是当时的礼貌 那个有权力的人 或主人是站在北面朝南的 然后孔子呢 是站在南面朝北的 他是贺人 然后孔子曰 向为福建建之里达焉 这孔子是跟外面说的 我以前不想见他 但既然得见 那还是得遵循既有的礼节 那子路不悦 子路又不悦 子路常常碰到孔子就不悦 你看子路不悦已经出现几次了 可是这堂课还没结束就至少两次了 孔子使之悦 这个使之悦有人说是发誓的意思 有人说使 然后因为这使是见是直的 所以是孔子纠正他 我觉得纠正比发誓好 老师还跟学生发誓 那这个老师是干什么呢 应该就等他们 你不了解我这个人吗 你看 余所佛的天 你不懂吗 我心孔的人是这种人吗 你跟我身边那么久了 你看不出来我是什么样的人吗 我所讨厌的事情 也是老天讨厌的事情 我会做吗 你是我学生你还不懂吗 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而不是说我发誓啊 我绝对没有做那个伤天害别的事情 苟且的事情 我绝对没有 这听起来没有权力的人 跟有权力的人讲话 你从这种经验来讲 就知道使之应该是纠正他的意思 好到了卫博 再有一个多月 林工也复制同车 这就驾着马上去 患者拥期三秤 就是三辆车中间有一个患者 有一个林工跟夫人 还有一辆孔子 孔子觉得那我算什么 啊 使孔子为赐诚 遭遥事过之 那大概也只有一条大马路吧 大概也没有什么第二条路 孔子曰 吴未见浩德如好色者 他就把这句话安在这里 孔子可能在很多场合都说过 这话是气话 孔子未见浩德如好色者 他碰到他的学生都不眨眼睛啊 他碰到言辉也是浩德不如好色啊 然后他自己如果有镜子的话 那时候不照镜子发明了 汉朝的时候是发明了 他如果照镜子的话 他没看到一个浩德者 他难道看到他好色者 所以这话是气话 于是孔子就丢脸了 就离开魏国到朝国 这是李渡如丁宫那年就过世了 所以孔子很多不舒适的事情 像这种安排 他觉得他侮辱着他 环腿啊 就是号称是司马牛的哥哥 应该不是司马 因为司马环腿 是不是叫司马环腿 因为司马是他的官民啊 而去朝国到了宋国 宋国就是英朝的后代所居住的地方 然后到那地方呢洗礼在大树下 古代人都有棵大树 大树下面在那边休息 顺便练习平常讲的礼节 该怎么做 送司马环腿就想杀孔子 到现在为止没有说法 到底他为什么想杀他 找不到一个动机你知道吗 拔起树 那就更奇怪这个叙述 说干嘛想杀他把他的树给拔了 有人说这个叙述可能过程有问题 就是要想杀他 结果孔子跑了 没杀成气的拿那棵树出气 就把那棵树拔了 这倒是有道理的 什么我要杀他 我先把那棵树拔了 这个逻辑上不太合 孔子就跑了 应该是孔子去拔 然后再拔起树 所以这个叙述上面 我们如果和情和意来看 然后环腿也不是疯子的话 那大概应该是这样 弟子曰可以树矣 老师快跑吧那人 看来不是善蕾 孔子曰 这也是壮胆的话 天生得欲 环腿求以和 我这个是要传文化的人 我是个传人 难道环腿能够就把我给灭了吗 灭才小看我了 灭了我文化谁传哪 德士中心啊 几千年后 孔子被描写过是上家之狗 后来都讲上家之犬 其实在史记里面讲的是狗 就孔子到镇国去 这次另外一次 所以有人认为都很像 所以与弟子相诗 就是走善了 那当然是因为这个 可能有人要 要误会他是什么人 孔子独立在郭东门 在这个东门的地方 孔子一个人站在那 在跟弟子相语见面 就在城门 应该是城门下面 这个人后来自贡约 有人就跟子贡约说 这应该是后来叙述的故事 说东门有一个人 其伤是摇 他是伤的额头 其肖像脖子 像膏肴 其肩肋子 肩膀像直踩 然后腰以下呢 比羽还小三寸 这个显然都是后来见过 谁知道 腰长什么样 对不对 那时候没Google 然后查照片 谁知道高腰长什么样 谁知道直踩的肩膀长什么样 这都是不知道怎么说的 除非当时就有这种 谁的肩膀是什么样子的 一个说法 不然的话这种描述 就我们现在来讲都不可思议 然后腰还比羽小三寸 那是不当时腰多少寸 是有在网络上流传的吗 最主要在这里 累累累 累累落上家之狗 说他那个样子 那种慌张的样子 上家之狗 上家之狗 就是跟主人走散的狗 各位如果在街上看到 第一个就是有主的狗 在台湾现在使用链子绑子的 另外一个是流浪狗 流浪很久了 非常稳定的 他根本就不慌张的 最慌张的狗 我在街上跑来跑去那种 那种都是刚刚走散的 他走散了一阵 他也不慌张 他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运了 所以职工以时告孔子 就把这个事情告了 孔子欣然孝约 这在论语里面也没有 好可惜 这段非常的 心状莫言乱讲 我才不是长那样 这个行跟状 而为似上家之狗 说我那时候真的 像上家之狗燃灾燃灾 没错 那时候真的就是想 跟弟子见面 想说看大家是否安全 你如果有这种 什么家里发生火灾了 然后大家逃出来 逃出来以后呢 就想到别人是不是也逃出来 这个段就会 非常非常的符合经验 这个就是上家之狗 好 那另外孔子到陈国去 居陈三岁 三岁有三年 然后进跟楚在争墙 这个字是墙 加个土就是姜 没有加土就是墙 然后还要罚陈国 陈国是个小国 还有五国要打陈国 陈国就常被欺负 孔子又说归于归于 他在别人国家也不安全 武党这小子狂俭 这狂俭有人说 这俭应该是卷的意思 狂者进取 卷者有所不为 就是两种 都不符合中道 这都不是孔子喜欢的样子 孔子喜欢有中道 进取不忘去出 所以就干脆回去吧 毕竟还是教导自己家乡的人 是比较 这个对他来讲 是比较有可靠 而过蒲这个地方 蒲这个地方 子鹿 在别的书里面 子鹿在蒲这个地方 当过管事 可是在轮椅里面没有 轮椅里面好像子鹿 子鹿一辈子没干什么大事 他有过 然后呢 也是一样 公书是以蒲判 蒲人就把孔子 站着不准乱跑 你在干嘛 孔子的弟子 有人叫龚良儒 龚良儒这个人 也在孔庙的东西谷里面 以撕车武圣 从孔子 就是跟着他 其为人长 个子高又贤又勇力 这个力量大 说我其从夫子遇难于匡 最现在遇难于此 就到成果真是命啊 两次都没躲过 昨天我跟我太太开玩笑 我说 哎呀我可以讲一个笑话 所以很倒霉 在美国碰到911 然后后来回台湾碰到921 我台湾就非常理智的说 921法人在前 921法人在后 我想 干嘛有人有那么好的基地呢 讲笑话嘛 对不对 你要描述一个人很倒霉嘛 对吧 好 那个 所以这个笑话不能用 因为会被理智的人给推翻 好 所以那又遇难于此 命也负 吾予父子再厉难民斗而死 下次再来的话 我干脆大事算了 再来每次跟孔老师在一起 都碰了这种倒霉的事情 所以他就很猛啊 斗甚急啊 仆人俱啊 我靠 开玩笑 这是什么人哪 怎么那么厉害 魏孔子曰 狗无侍卫无侍卫 算别打了别打了 你只要不去魏国 我就放你走 他怕你去私通魏国 把这个陈国的事情告诉他 孔子就与之盟 出了孔子东门 好你走 就从东北把他放 孔子就到魏国去了 不是不去魏国吗 孔子去了 子宫就说 蒙可夫爷 老师你不是刚跟人家说好 不去魏国吗 怎么咱们现在就到魏国来的呢 孔子说妖蒙爷 这妖是妖邪的意思 我们那是在妖邪的情况下定的蒙啊 神不听 你不会管的 所以我们被约没问题的 孔子很滑头吧 你从这边看 从另外一边来看 是啊 君子不吃眼前亏啊 对吧 人家就叫你干嘛 你就说是是是 没问题没问题 你放我走吧 我放你走啊 你不能怎么样 当然当然了 绝对不会去听孙老师课 你放心啊 那课巧克力他也不管的 然后等你放 你跑来听课 你不是说不来听课的吗 妖蒙爷神不听 所以这你也可以应用一下 我经常拿我的课的事情来开玩笑 你慢慢也知道 温宁公问孔子罚仆的事情 仆这个地方可罚吗 刚刚就把他困住了 他说可以 这不是报复吗 你刚报照我就说你这 温宁公说 可是我们那些大臣都以为不可以啊 所以说因为你有仆这个地方位置 所以带晋楚爷 晋国跟楚国共打我们 先打仆国 有他在前面挡着呀 我干嘛罚他 我为罚之无奈不可乎 那这个我们要罚他好吗 这样啊 孔子说 其男子有死之志 哦那边的男人 每个人都给你同归一进啊 不怕你啊 夫人有保稀合之志 连女的都觉得要保家卫国啊 拿个哨把刀给你对干啊 啊 无所罚者过四五人而已 所以你要罚的就是那四五个不敢打仗的人啊 啊 林公曰善 然后不罚普啊 啊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啦 啊 跟我们现状也有一点点关系了啊 最近有人在做调查吗 就到底台湾如果打起战争来有多少人愿意为保家为国而战啊 答案竟然不是百分之百啊 这个也很有意思 那到底百分之多少 不同的调查有不同的那个啊 数字啊 我就不说了啊 孔子自变非跑步啊 其能系也不是啊 这也是一般人对他印象 他就求官做嘛 如果他真求官做 他就不用做列国啦 第一国家开一条任给他 他就做啦 不是嘛 所以孔子一直要这样跑一定是 一定有他的理由 你想不出来吗 就是你要找到一个跟自己理想相近的人再去 再去那个啊 不然跟那个宦官坐一辆车到游街算什么的 反正回到家 我又 我真的可以做的事情 因为宦官我还可以管他的到时候 啊 这两个字呢 看起来念佛八什么的啊 佛八十月念碧戏 哼 碧戏为中谋宰 他在中谋这个地方 当宰宰 宰就是一个管事的啊 造检子公犯中行 这是你如果读一点春秋史啊 这都好像都是跟禁国有关的啊 就要罚中谋 然后毕气就要判啊 判就是自己当老板啊 就说好吧 孔老太子行啊 刚刚另外一个故事也很像啊 废那个地方啊 避那个地方啊 避那个地方 孔子欲王 孔子 哎呦有人找我啊 我去啊啊 我江湖民生显然不错 子路又生气了啊 游文诸夫子啊 其身轻微不散者君主文 那个自己不是个东西的人 我根本就不会去跟他混 简单翻成百二号人是对啊 今必须清理中国叛值于网路之河 老师你现在 那家一叛找你 你就想去 你以前说那话 跟你现在做的事情 啊 怎么回事啊 孔子曰 有事严严 我是说过那话啊 我不是没说过那话啊 啊 如果贼一点 老师说我什么时候说过 你听到了 你说不好上课 更没说过这话 我有的赖老师 孔子承认有啊 可是也有这样的话 不曰 艰乎谋而不离 那种最艰乎的东西 也不是你蒙摩的坏的 不曰白乎 那种白的东西 你也不知 你怎么染一染不黑的 这表示说自己的意象 非常的清楚 那不是靠外界就可以影响到他的 意思孔子就是这样的人 我是一个很坚定 有坚定信仰的人 我自己是个非常清白的人 我到什么环境 我都不会被人影响 哇孔子这真的是感动啊 我们大部分人到什么环境就被影响 大家都这么做嘛 好所以呢 他就说 我起刨瓜也在 我难道是那个刨瓜吗 那个丝瓜掉在那 一个解释这个 另外一个刨瓜是一种星星 在一个星座里面的星星 烟能戏也不是 哦我就掉在那儿 我就不用吃饭了 这当然是气话 也是开玩笑的话 然后跟谁开玩笑呢 跟子路 跟子路他讲话 就比较跟别的师生讲话不太一样 你们也有经验 跟自己比较亲爱的人讲话 有时候讲起来听起来 外人听起来很不礼貌的话 其实是两个人这个bonding的一种方式 尤其男人之间 哎呦他亏他 他们两个关系不太好 哎呀很多男人的友情就建立在亏来亏去啊 啊两个男人还那样亲亲我我 你弄我弄还一起逛超市 那大概就是那种关系啦 懂吗 所以亏来亏去 有亏总比大人见面都不讲话好啊 所以有人就看不懂啊 他说你跟他关系不好 我说怎么会不好呢 你们就互相亏来亏去 我说你都看不出就是男人的友情吗 啊 故意表示距离 故意表示看不及 其实就是在这关系里面 啊 这个 这跟女人的关系不一样 女人的好关系一定激扎 然后就坐在一起 然后聊不完这天啊 啊 男人大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呃 我讲的是异性恋男人 啊 同性恋怎么样我不知道啊 啊 好 这个是成年啊 学诗箱子 诗箱子啊 诗就是乐诗 是一个叫箱子的一个乐诗 啊 这个故事告诉你 如果你要教孔子家教 你要小心 最好是论刺激见 不要论 论学会一个曲子 不然的话你赚的很少 孔子学古琴啊 这个这个古是动作 那个琴是那个琴 啊 在论语里面出现比较多是色 啊 色跟琴的差别是什么 有人说因为色的弦比较多啊 啊 那说色有多少弦呢 啊 啊 那个李商颖的是啊 锦色无端 五十弦呢 所以说因为是无端才五十弦呢 锦色一般 那个色的一般的说法是二十五弦 所以为什么说他五十弦 他无端嘛 乱搞嘛 这色自己干嘛呢嘛 等等就心绪不好就五十弦了嘛 所以那这个琴通常 现在的琴通常七弦好像是 啊 古琴是七弦 好 十日不尽 学十天那都不学下一段 是这样子都舍不了了啊 以前的乐师通常还是盲人啊 可以议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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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学下一曲了吧 啊 孔子说 谋 以习其取义 未得其数 曲子我是学了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数 这数到底怎么解释啊 来总的原识啊 这个是一个一个一个 乐曲里面的一个一个东西 有见啊 这又过了一段 曰 以习其数 可以议了吧 你数也学了吧 啊 那下一曲了吧 啊 公子曰 某未得其智也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写这个曲子 你嘴 那个曲子 啊 好 有见又一阵子 所以以习其智可以议了吧 好吧 你智也学了 三段了啊 可以了吧 写下一曲了吧 啊 某未得其为人也 我还不知道这是谁啊 啊 嗯 我还是想这种学生 我跟你讲 我就干脆坐着等啊 看他自己来 好 有见 啊 又追正着看 有所目然神死眼 哇 忽然间进入一个沉死状态 有所怡然高望而远之眼 有所这样啊 还要站起来看 某得其为人也 我知道这人是谁了 这真的非常神奇 啊 暗然而黑 这个人 这个人很黑 皮肤很黑 啊 激然而长 长得很高 眼如望洋 眼睛都看很远的地方 不是说眼睛像洋一样啊 如望四国 非文王其成 这个人要是统治全 这四国就是四方之国了啊 谁能维持 这就是文王了 哇 实际上是必习再败啊 必习就是离开元来的位置啊 然后说哇 啊 实盖于文王超也 你真厉害啊 我老师教我的时候告诉我 这叫文王超啊 现在古琴曲里面也有文王超啊 但是那个是 应该不是哪个啊 就叫文王超啊 简单讲是这样啊 就表示孔子学情非常细 要学到人啊 学到什么这样子啊 所以实际上是 到底拿到学费没有 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搞那么久啊 好 本来孔子还要做列国的 后来发现这个窦明独跟顺华 那两个人死了 就 就反呼魏 就简单讲 他这段又回到魏国了啊 因为说 这两个人窦明独跟这顺华 是禁过这贤大夫啊 连贤大夫都被杀了 大家那地方也不会众有贤人 讲的不是贤人政治 那我们去干什么呢 算了啊 天下都一样啊 回家 干脆修师书定离乐等待 长治民餐传出前 等待千百年后的人吧 所以到魏国以后呢 那这魏林公又开始问他打仗的事情 孔子不懂打仗吗 孔子懂打仗 孔子弟子这个 燃友 就曾经打过一次胜仗 燃友跟樊池 就打过一次胜仗 然后魏林公就问说 你这打仗跟谁学的啊 说孔子学的啊 然后魏林公就问孔子打仗的事啊 应该有这样前沿前面的故事 孔子说主斗之事就是礼啊 祭拜礼的这种事情 我曾经听过这是谦虚的说法 君女之事为之学 打仗的事情没学过 孔子不愿意你跟我学打仗的事情 我也不愿意教你打仗的事情 你要学就学和平的事情 要签订和平协约 不然的话 干嘛签订战争协约吗 这来孔子的答案是这个意思 明日与孔子宇见匪燕阳的 跟他讲话就看着天上飞的夜 那你是想跟我讲话 是不想跟我讲话 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就是 你跟他讲话 让他看手机啊 那我们干脆就手机联络了算了嘛 对吧 我干嘛还要跟你讲话 然后你的手机 我准备要办一场很搞笑的演讲 就大家都带手机来 然后我们你就在手机问我问题 然后我就在手机里面回答你 然后我们整场演讲不要讲话 后来有人就跟我说 老师那还坐在一起干什么 你干嘛还怎么去租个场地 然后怎么七点到九点 然后这个主持人跟什么 全部都用手机的方式 然后我们就每个人在买手机 我说这是讽刺性的表示 这是一场讽刺性的演讲 所以我们既然坐在一个屋里了 你还不愿意那个 还不 你不能放弃手机 我们用这种方式啊 我跟一个人讲 那个人很有兴趣 说我们来办一次这种活动吧 好明日 这位孔子 色不在孔子 就不把孔子放在眼里了 literally speaking 孔子复刑 就是从税刑复入成 就回到成果不去了 所以孔子到底在卫国成果之间 这些人来回几次啊 这是一个问题 后来季康子不用孔子 就用了染球 孔子希望能够回去 简单讲是这样 这次孔子已经大概68岁左右了 简单讲这故事这样 我就不要再念了 陈蔡大夫嫉妒孔子 就把困在陈蔡之间 这故事应该早一点 但是好像都摆在这里 困于陈蔡之间 所以孔子牵到蔡三岁 这也蔡也是一个地方 现在大陆有上蔡 有新蔡在河南省 孔子后来的活动 大概都在河南省 吴国要罚陈国 楚国就要救陈国 然后均于陈府 陈府是一个地方 然后就听到孔子在陈蔡之间 就困在那个地方 楚国就使人聘孔子 你们这个中原的人都不能用它 我来用 楚国是非常重要的国家的当时 南方 特别大概从湖北 现在中国的湖北以南 会不会到广东就不知道了 就是至少湖北 是现在很重要的地方 南边南方 中国大陆南方 所以孔子贤者 所刺激中诸侯自己 他讲的都是 注意到诸侯的毛病 他现在久留陈蔡之间 朱大夫涉行 皆非众泥之意 那不能我们就来好了 这个陈蔡大夫讲 那如果孔子用于楚 那陈蔡用事代夫为义 如果楚国用了孔子 那我们陈蔡就别混了 大概哪里就把我们给灭了 所以湘羽发图意 陈国人跟蔡国人都把孔子为义 也不让他跑了 特别被让他往楚国去 各位知道有一个成语 我们现在还在用 叫楚才禁用 所以楚国后来的人才 也跑到山西去了 所以陈蔡在国的时候 人才流动得非常厉害 这跟现在这种全球化一样 哪边有钱哪边人去 哪边重视贤财 你往哪边去 这个已经不是一个民族主义 可以框住一个人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 所以呢困于也不得行 绝粮这故事非常好 这不仅不得行 他连饭都没得吃 粮食都没有了 重着病跟着人 这个病呢就是病奄奄的 不是真的生病 这因为没有吃东西 没有力气 莫能兴 兴就是起 就连站都站不稳了 简单讲 孔子呢 还可以讲诵玄歌不衰 他的身体显然比较好 学生都已经不行了 老师还可以讲 对吧 就像我可以站着三个东西讲课 你们就得去上厕所 想试画师怎么就不上厕所呢 他又喝水又站三个钟头 你不知道秘密就在于纸尿库 以前有个冤家伙我就跟他讲说 老师戴纸尿库 他就还问我什么牌子呢 他说不知道我是开玩笑的吗 好 孔子讲的又不是指路运见 运就不高兴了 老师 我们全部人都恶声这样 你还精神异异上课 你真是人才啊 君子一有穷乎 穷是走投无路的意思啊 穷不是没钱 没钱叫贫 君子有穷乎 我们是 你一天到晚叫我们做君子 我们做了君子 结果走到这穷乡屁壤 然后走投无路 孔老师 请问当君子干什么 我跟你学着干什么 早知道就跳课 孔子说君子顾穷 穷又怎么样 小人穷思滥语 小人穷那就不得了了 就乱搞了 我们穷我们还不乱搞啊 表示这是我们君子的格调 所以后来有人叫做穷思 对吧 英文外国人 所以叫小人穷思 What's your name Jones 或Jones Oh小人Jones 小人穷思来 还好他们不读这个 读了不是气死吗 谁敢还取名叫穷思 好孔子在借这个机会 这是非常非常经历的一段 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段 这跟那个老子安之朋友 心之少子怀之一我一样喜欢 孔子就以这个题目 考三个弟子 这是非常象征性的 我不认为应该没有发生 但这故事是代表孔子的不同 弟子的不同的层次 孔子知道弟子有运行 谁让他们都不高兴 这他脸部都看得出来嘛 对吧 就照子路而问曰 好吧 你来我考你哈 诗女 诗经上说 匪四匪虎率比旷野 四有的说是有野牛 有的说是犀牛 总而言之是一个野生动物 也不是老虎 我们都不是那种凶猛的东西 为什么在旷野流浪啊 你当时我们教耶稣 耶稣曾经在旷野流浪了四十天 如果这个匪师匪虎 那耶稣那四十天 真的是可能蓄积不少能量 无道非矣 我难道教的都是 教你们的都是错的吗 不然无何为于此 我怎么会轮到今天这个地步 考学生啊 对吧 好子路就说 好吧你这老头 你这样问了我就说 义者我猜啊 是不是我们不够人 你每天都叫我们人啊 智啊 对吧 我们一定是不够人 所以人之不我信念 所以我们得不到别人的信任 我们今天才轮到这 所以我们的人不够 义者无畏智乎 我们不够聪明 智慧不够 人之不我信 所以人家才不跟我们走啊 不相信我们的东西啊 这孔子大人生气了 教你白教啊 有是乎 你真这样认为 有 有就是 辟使忍者而必信 安有博弈熟悉 博弈熟悉也是忍者啊 结果怎样 智者而必信 王子彼干 彼干还被剖心了呢 所以是忍者是智者 没有保证你将来命运一帆风顺啊 是忍者也有这个 像薄弈熟悉这样子倒霉的人啊 是智者也会像王子彼干被剖心呢 你书是读哪儿去了啊 这关就没过 对吧 好 子录出了 子宫入见 好叫子宫进来 我想子录一定觉得 就出去了 没东西吃还这样啊 孔子约四 四就是子宫 四就是子宫 吃云 肥瘦不穿矿也 无道飞也无合之 你看这标准题嘛 考古题了嘛 子宫就说了 这做生意人很会说话的 夫子之道 治大爷 老师 你这种教的东西太伟大了 这东西太好了 精品啊 鲁国精品 春秋精品啊 天下莫能容夫子 所以天下人 你这小喵里面 怎么容得下你这次的大佛呢 对吧 夫子该扫贬 这样吧 老师你打点折扣吧 这样假拍卖嘛 第二天六五折嘛 对吧 7都这么做 前面把你捧的 后面将你打折 扫贬 这盖呢 有的是说就是没有炒之头 就和 你为什么不 你就配合人家一下嘛 照一张相会死吗 对吧 孔子曰 是 粮农能价不能为社 就讲社会分工了 农人能够种田 他不会做泥水酱的工作 粮工能巧不能为顺 做工的人他能做巧匠 但他也不能顺着你的意思 他得根据他的逻辑来做事 君子要修其道 刚而即之统而已之 而不能为荣 我们当君子 难料就是为了配合人家吗 人家叫我们做什么 我就完全配合吗 这是君子吗 我们要修其道 刚而即之统而理之不能为荣 今儿不修而道而求为荣 你这不好好的修身养性 然后学一天这个对社会 然后你还就想说怎么样配合人家 你去应证工作 老板只要你指示的时候 我一定做的做的好 我一定做到死 我只替你做 你没有原则 是而知不愿意 你这个人我看你是志向不够宏大 你看进来被骂吧 好你看颜辉这么说 子共出了颜辉入见 颜辉大概孔子跟身体差不多好 因为平常都饥饿三十 所以饿个几天那是小事 所以颜辉应该进来的时候 神情都状态都会比子路跟子共好 孔子曰回 这一模一样 颜辉就曰 夫子召至达姑 听下莫能容 嘿嘿 这句话不是刚刚子共说过的吗 把这个学长的话再用一下 可是可能子共应该算颜辉的学弟 因为他们的岁数好像差一岁 颜辉小一点 颜辉大一岁 是三岁 子共是查孔子三十一岁 虽然 但是没错 虽然我转换了跟学长讲 夫子推而行之 何老师你就到处要推行你的道 对吧 不容合并啊 人家不 我们不能配合人家 这是什么问题啊 不容 然后见君子 就是因为我们不会顺着别人 才显现我们是一个守道 非常坚持的一个君子 这就是后来知识分子 如果真要做命运就是这样 不容合并 不容然后见君子 福道之不休 是无仇也 如果不休道 这是我觉得丢脸的事啊 丑 福道既以大休而不用 是有国者之仇也 如果已经有一个治国的方法 然后你不用 那是你的仇啊 丢脸的是你啊 那有的是我该负责的 有的是你该负责的 不容合并 不容然后见君子 又再讲一遍 你想孔子听完能不高兴吗 终于聊啊 只有你聊啊 这不是我的问题嘛 对吧 啊 孔子欣然而笑 你不知道多高兴 前面两个人把他气的 啊我怎么收你们这种学生 啊同样是两串牛肉干 我就你的牛肉干 就是那种干巴巴的啊 你看这人讲的多好听 有事哉严是哉 你说真好啊 姓严的啊 持耳朵财无为而宅 如果你有多一点钱 我愿意当你管账 这是比喻啊 就是说你真是了解我啊 啊我愿意为你牺牲啊 我愿意为你这个 这是彻影延回 好 那这个楚国的令音子曦 说孔子坏话 所以从无之间没到路过 没到楚国去 所以这个历史就就那个 所以孔子就责返了 啊我上次也说过 湖北现在有个地方啊 说有一个问津书院 就是说孔子最后要责返的地方 应该在河南 不应该在湖北啊 但是现在大陆都希望有 发光光彩 希望都可以跟孔子扯上关系啊 所以这简单讲 这个故事是要讲这样 因为他讲说你看 那个孔子来的还得了啊 你看你有他有弟子 有子贡 有盐 有子路 有宅我 这些人不得了啊 楚国到时候来了 可能就被他们这些人给搞了 啊 而且他们是鲁国人 好了 后来孔子终于觉悟了 所以鲁外公问政 孔子就不求是了 不当官了 正在选成啊 你要知人 知人通常就是知人善用 啊 那个知人不是说了解一个人 而是知人善用啊 就是一个聘用一个人 然后季康子问政的时候 他举之错诸啊 啊 能辞亡者职 这里说辙亡者职 然后季康子换道 小偷很多啊 孔子说勾子不欲赏子不切 你就自己那么贪心 把老百姓东西都弄到你家去了 老百姓没东西当然去偷了啊 啊 后来鲁国也不能用孔子 孔子也不求是 啊 这时候大概六十八岁啊 啊 好 所以孔子熟悉三代之理 这晚年啊 啊 所以他会讲说 这个周礼啊 夏礼啊 周礼下礼商商 下商周的礼之间的关系啊 这简单讲是这样子 对 然后讲乐啊 因为孔子到处去 他不是去观光 他去参考各地的流存的古乐 是什么样子啊 啊 然后所以他回来 可以跟鲁国的太师 这太师就是乐师 讲到乐乐的情况啊 然后诗歌四经三百篇 理论上每一篇都能唱的 每一篇都能唱啊 那现在师传孔庙有一位先生啊 把论语每一篇都配上 现在的曲子可以唱啊 他每礼拜六还是礼拜天在那边 然后有一群小朋友跟他学 我们有一次去参观啊 他就那些小朋友唱的四首还有五首 他编的 现在可以唱的 不是吟诵啊 是唱啊 真的是有谱的啊 然后还有编定义经跟维编三绝 以前是竹简嘛 所以竹简看的太多 那个把竹简串在一起的那个皮边啊 都三次断裂啊 这是讲到孔子啊 对意境的关系 然后后来呢 他就一路 国的历史啊 然后写了春秋 其实春秋是天子才能做的事情 修史书是天子或官方做的事情 不是一般老百姓做的事情啊 那孔子是一般老百姓还修春秋 所以孔子为什么敢这样做 这是历来的不同解释 孔子自认为自己是素王啊 或者孔子觉得自己有平断天下的这个 这个文化使命 所以他做了春秋啊 所以说春秋行以后天下乱成贼子巨 你这家伙谁都不怕 你做错事情他就骂你 啊 现在很多政论家自认为是这样 但谁不是被买的 谁是人家的业配 谁是真正那个的 我们就已经很难看出来啊 然后志在春秋啊 然后说后世知谋者以春秋 罪谋者亦以春秋 但大部分人都不了解孔子的春秋 大概是什么意思啊 才会有 就理论上司马迁是传承的孔子春秋的概念 所以写史记 史记呢 常常包扬的是下层阶级 常常包扬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人 天下围攻的人 啊 那史记对于这种当政者有时候是非常假以辞涩的 如果做不好的话 啊 那他也把孔子明明是一个布衣啊 放在孔子世家里面 这是啊 他的春秋大义 所以春秋大义 常常就有这违言大义 呃 呃我们余老师讲了几个 一个就是上公啊 就应该所有的公器为天下所用 人才也应该为天下所用啊 当政者不应该自私 然后应该是一个贤能政治啊 简单讲是这样 好过世前后啊 孔子做一个梦 很多人过世 伟人都会做梦 苏格拉底也做一个梦啊 啊 这个佛罗里德大义喜欢这样 孔子有一天早上起来啊 副手翼仗啊 带着他的拐杖啊 啊 在逍遥于门而歌曰啊 啊 泰山其颓乎 梁木其坏乎 责人其微乎 这个都是唱出来的啊 啊 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啊 啊 当然您身体不好 大家也不能站太久 就进到屋去坐 子供了就来啊 说泰山其推 则乌将安养 啊 这个大概都是用比喻的用法 梁木其坏 则乌将安葬 则人其微 则乌将安放 父子代将病也 这个病是重病啊 啊 再来一病就要不起了 衰驱而入啊 啊 他就听到孔子唱歌 他自己就说 哎呀 老师可能快过世了 我得赶快去 父子太儿曰 似乳来何持 有人认为子供很重要 就是因为这句话 因为最后是他在旁边 那为什么他在旁边呢 很简单啊 严慧已经死了 孔子的儿子先死啊 严慧死啊 然后子路死啊 那剩下不就子供了吗 还有谁呢 好 所以如来何持啊 于愁席梦坐 坐殿两营之间 两个呢 乡房之间啊 下后世是在病在东街 下朝人是在东街的啊 其犹在坐 坐是什么呢 反正就是殷朝人是在两营之间 下商周 这样周病于西街之上啊 然后我呢 应该是殷人 因为我是病 梦在两营之间啊 说明王不兴啊 哎呀 真的是很不巧 没有碰到好的总统啊 都是财大法律系毕业的啊 三人都是啊 天下之龙终于啊 吴代将死 吴代会要死啦 所以就很沮丧啊 然后请病 七日而终 年七十二 七十二或七十四看怎么算 中国大陆有一阵子 流行的一个造假的孔子遗言 还写成文言文 有人就传给我看 说这是不是真的 我一看就假的啊 因为很多话都不是孔子讲的 还孔子遗言呢 有人七天前还能讲话 后面就慢慢衰老就死掉了 七天内讲不出什么话了 你以为也连续剧吗 最后死了还可以演一集啊 五十分钟 还可以演一集 那个大概不太可能 我的猫老死的猫 人睡三天才走掉 那三天一直觉得啊 那也不吃不喝 真的就是老死了 所以猫大概三天 人大概七天 我可以想象大概差不多 他就慢慢慢慢 你就看到生命 从他的身上 这样一点点消失这样 也没什么苦痛 也没什么这样 他不是生病 后来这个就讲到 子录死于胃啊 孔子病 这应该在那之前 子宫就请见啊 这个刚刚也讲到这个啊 司马迁你何来其晚啊 探约泰山退户什么什么之类的啊 梦作两云之间 所以没有任何记载 死前七天 他有讲过什么话啊 好 死了以后哀功雷啊 这就是后来 中国人都要这样 人死了以后 你就要送一个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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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穷余债就余户爱哉 这是武怀尼 一副武之律 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副晚联 啊 意思就是说 哎呀 怎么就老天爷你真的是啊 啊 就把 连一个老人都给我留一下啊 那现在就让我一个人在这呆着啊 啊 这我真很内疚啊 啊 真是啊 哎呀可惜了啊 好吧 孔老夫子啊 那你就 你就安息吧 你们现在就RIP嘛 对不对 呃 呃 这个不是VIP 啊 VIP当RIP的时候 那也是只能RIP了啊 子公约 公其不墨以鲁乎 夫子有缘 李氏哲昏明 这子公很不爽啊 啊 啊 然后这个生不能用死而累之 啊 他活的时候你们有用他吗 没有用 然后死的时候把他捧那么高 这什么意思啊 啊 啊 这子公很不爽啊 啊 所以你看你这个人这个非敌 然后你称说是与义人 与义人只有周天子能够讲啊 你只是个诸侯你怎么能讲啊 这非明 君良师之 这大概是他走了以后 讲给其他的弟子听的 表示你看我跟老师学的啊 这人来拜 来拜就来拜 但是 有什么用呢 啊 所以这边就是73 然后就有一个很明确的日子 四月的极丑日 啊 呃 没有人纪念这个日子 啊 大家都知道 诞生纪念 没有人说孔子逝世纪念 啊 没有啊 只是高水 是其实有比较完整的具体的一个数字 这样 当时就有人对孔子有印象 遗风人啊 说哎呀 这个来的人我都得见啊 重要的人物 仲子让他说 出来以后就跟大家宣布啊 说你们不要担心啊 天下会沦丧啊 天下无道也久矣啊 天下这个很早就这样啊 天将也负罪目睹 你们孔老师的话 将来会变成天下的一个标杆 这话是孔门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一个精神的支柱 那不是孔门说的啊 是遗风人说的 那打向党人这个地方 有人说是个小孩 有人说呢 大哉孔子啊 博学无所成名啊 刚开始是捧的话 后面无所成名听起来孔子前听得很不爽 就是他什么都会啊 不知道他专精哪一项啊 孔子文之 孔子听到人这样讲 就为文弟子曰乌何直乎 那我到底去选哪一项呢 我说选这个驾车呢 还选射箭呢 我看我是选驾车好了 这是开玩笑的话 你应该都听得出来 可是呢 有人认为这双关语 玉呢 是统治天下的意思 所以有人认为孔子是有玉天下的意思 我们玉老师就这样讲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双关语 这个应该没有这样的意思 公养学人喜欢在字里行间找答案 太宰 太宰 太宰位于子宫约 太宰是一个冠名 后来日本人就有一个著名的作家 叫太宰智 对吧 说夫子圣哲语 你们老师大也是圣人吧 何其多能也 可见圣人跟多能是有关系的 我们在前面一开始的时候 讲到孔子知道那么多事情 说他真是圣人啊 孔子宫就说了 天众之将胜 子宫就说了 子宫是很容易把老师给卖的 而且卖个好价钱的 你们既然捧我们老师呢 当然我给我们老师好的本呢 天众之将胜 又多能也 这老天赏饭给他吃啊 他跟我们不一样 孔子听完以后很不爽啊 说太宰知我乎 一说太宰不懂我 你能不懂我吗 你怎么把我讲成那样呢 我就是少爷见才多能比试 这见呢不是骂人的话 这个见呢是没有社会地位 社会地位低叫做见 没有钱叫做贫 没有社会地位叫做见 所以无少爷见我小时候 因为我爸爸死的少 然后又没有社会地位 所以我得做很多乱七八糟杂事 到处打工 君子多不在 是一个君子人 难道要很多才能吗 不多也不需要吧 这是讽刺的话 因为那些豪门之家 需要懂得很多吗 不需要啊 他需要到Saven打工吗 不需要啊 Saven老板的儿子 都不在Saven打工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讽刺的话 当然也带出了孔子 是少爷见多能比试 所以后面外面人说 他圣子而愚又多能 他觉得你们这些人 到底是在说真的夸我 还是在讽刺我 我觉得这个意思 城门是管门的人 管的以前的城门要开要关 有一个管城门的人 所以子录呢 在这里 在石门这个地方 叶树 城门因为管门的人 又说西智啊 你从哪来啊 开门的时候要问他 你从哪来 子录说 从孔氏 我跟孔氏来 孔氏大概当时很有名 就是那个 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余 所以知其不可而为 是别人对他的讲法 不是他自己的自诩 这城门说 知其不可而为者余 因为孔子后来 见到的所有的隐士 都是知其不可 就不为了 我不跟你玩了 咱们回去种田了 走回去种地了 管你什么事啊 贺窥是担着一个筐子的人 贺窥而过门者 听出孔子吉庆的不得志声音 孔子在家吉庆 吉庆是一个大概石头做的 或者那样子的一个乐器 所以有一个担着一个筐子 经过孔子的门口说 哎呦听得出来 有心灾啊吉庆 哎呦这吉庆的人是有点想法的人啊 坑坑苦舞莫及知也福一 咚咚这声音就表示没有人懂你啊 你苦啊就过去了 这就是贺窥障人 好还有一个叫长驹跟结尼 长驹是长腿的 然后那个腿有一半是在泥巴 在那个田里面的 结尼是长驹是个长高个儿 他到社这个地方去有个社工 然后反育蔡 回到蔡国的时候呢 刚好经过有两个人在耕田 在种种种地 叫长驹跟结尼 孔子认为他们是赢者 所以这个这两代是赢者 就是死路问金 你去问他那个我们要做渡船 问金书院就在这儿来的 问金这个Oxford Ox是牛 Ford是金渡头口 所以Oxford翻成牛金 就一个是意义 一个是意义 那两个都是意义 不然你说为什么叫牛金呢 金就渡船口的意思 好 就指路问我们要到楚国去了 怎么渡船呢 长驹是说 彼直御者为谁 那叫看说 那个拿着 架着马车那人 当时也没有别人了 因为指路去问金 孔子在这儿拉着马 指路说孔秋啊 孔秋啊你认得不 很有名的 他说 约是鲁国恐求于 难道还有别国的吗 这谁啊 我们孙老师啊 啊 台大孙老师啊 那台大还有别的孙老师啊 有啊 有一海漂姓孙啊 啊 嗯 长驹曰 比直御者为谁啊 说孔秋 曰然 是滴啊 曰是直径 那他应该知道杜船口在哪儿 这叫不就是Google search 啊 或者他不就是个地图吗 啊 导航吗 他还需要问 他什么都知道不是吗 江湖上谁不忍得孔秋啊 还来问杜船口在哪儿 你不觉得这有点讽刺吗 好 接下来 杰尼为子路约 子为谁 那你是谁啊 啊 那是孔秋 我是仲游 显然都有点江湖名气 说子孔秋之徒云 就是孔子学生吗 那个啊 是 然 他不就诺了 是然了啊 杰尼曰 悠悠者天下之事 谁意思 这句话有点 我不太知道什么意思 但可以猜到他意思 与其从辟人之事 不如从辟知之事 你干嘛找那个 他辟人之事说 他那个人是挑人的 挑人才决定跟谁一起做事 我们避事 我们是挑那个事 我们是隐事 这种乱事 我们就不出去做了 我们就在家种地了 那他是要 周游列国 是要找一个 可以合作的一个伙伴 啊 你与其跟那种人 不如跟我们这种人混好了 啊 要招兵买马啦 啊 好 天下都这样 谁改变不了的 啊 你跟你师父周游列国 这样熙熙攘攘 没有用的 啊 跟我们来种地吧 这最实在 这些人就是农家 派来卧底的 懂吗 就告诉你做农 是比较实在的 啊 哪儿不醉啊 就是继续做 子宫就告诉孔子了 孔子 这个福然约 鸟兽不可以同群啊 啊 我真是不跟他们 不是同一类人 他们是避实之人 我是避人之人啊 啊 天下有道 莫不愚一言 如果天下有道的话 我干嘛还出来这样子 简单讲是这样啊 啊 好这段就是看你要怎么去解释 这段的那个 就是有另外一个贺条丈人 拿出头的一个老人啊 啊 踏日直路行 欲贺条丈人啊 大概跟孔子走失了 你看他问你 他说直见孔子 你有没有看到我老师啊 啊 丈人岳 四体不勤五股分 谁为孔子 一般的解释说 那个人四体不勤啊 不常运动啊 五股不分 连吃的骨 什么倒数量数 数卖技什么的 都五股他都不分 你还叫他孔子啊 那个人配啊 配成孔子啊 啊 这个以前传统我是觉得 是这些人都看不起孔子 啊 这样解释 后来我才发现 有人说不是这样的 第一个那个 通常都老人 根本就四体不勤 我手脚已经不够利落了 五股不分 眼睛看不清啊 我最近眼睛开刀 所以看得清啊 眼睛看不清了 夫子 是夫子我也认不得呀 所以四体不勤 五股分 一个农人 简单讲是一个 铺石的农人 不是一个凤刺性的农人 就在讲 我老眼昏花了 我哪看出谁是你夫子啊 继续知其障而云 继续做自己的事情 子路已告 后来子路当然跟孔子见到 孔子说迎则也 然后父王则武 再去 他就不见了 或者说他到别的地方去种地去了 谁在那等着你啊 所以有人认为是讽刺孔子 四体不行 目不分 但另外一个说 其实这个人真的需要那么的酸吗 他可能就讲自己年纪大 看不清了 连五股都搞不清楚 所以看你怎么去解释 楚狂歌语 这楚国的一个狂人 大概就是西地歌之类的 楚狂歌语 歌而过孔子 唱歌啊 这个人很豪迈啊 孔子不是也喜欢听人唱歌吗 然后你唱的好 他叫你再唱一遍啊 他跟着喝啊 凤夕凤夕何德之衰 凤通常都是好的时代 才会出现的祥寿 像齐一一样 那德衰了你出来干什么呢 这不是讽刺你吗 这个凤就是孔子啊 然后这个衰逝 孔子你干嘛在衰逝出来做事呢 你应该盛逝出来做事啊 王者不可见来就有可追啊 你等着吧 回去等着吧 别再别出来讲 一耳一耳今之从政者待耳 你还跟着一些从政的人混啊 今之从政者待耳 历代来都可以说今之从政者待耳 人一从政好像就没什么好东西了 孔子下遇之下就下车想找到飞 想他就跑了 所以这是楚狂皆宇 所以这孔子的印象 公孙朝这开始就是更夸张的对孔子的不敬 所以批孔的事情不是从孔子 不是近代的专利啊 以前人就这样 只是后来遵孔的就不让你这样讲 不让你这样讲还是有人啊 楚狂皆宇 这个是干嘛 魏国的公孙朝位于子宫园 这是魏国的一个官员 仲林烟学 他怎么学的啊 跟谁学的啊 子宫园 文武之刀位这一地在人 贤者是一大不见之下 莫不有文章 父子燕不学和常人 所以我们老师跟谁都学 大人物有学到有大人物东西 小人物有小人物东西 大文化大传统 小人物小传统 孔子都学 所以没有任何尝试啊 这话就让孔子 仲林烟学 他跟师父谁 没有师父 谁都是他师父啊 好 当代人物对孔子的影响 苏孙五叔 苏孙五叔 御大夫于朝 在朝廷啊 这也是魏国的 说子宫秦于仲林 你比老师好太多了 你还当官 你也当得不错啊 你还做生意也做得不错 子夫锦伯已告子宫 子宫园 显然子宫不在现场啊 子宫园怎么这么说呢 辟之弓强 我的强呢 就是靠尖 我的强也不高啊 窥借世家之好 所以你能看到 我有什么东西你都一览无遗 夫子之强庶任 我们老师强大可高啦 不得其门入 所以你根本看不到 然后不见忠妙之美 百官之父 他里面有什么宝藏 你都看不到 得其门之或寡矣 能入我们孔家 孔门的人是很少的 比方说我是你不是 呵呵呵呵呵 夫子之云不亦一乎 所以你说子宫贤义众 你就是因为你看得到我 你看不到我们老师 我们老师高深得很 这到现在为止 所以孔庙呢 前面都有一道墙 都叫做万刃工墙 这个原来只讲庶任 你看后面人 越讲越夸张 说他万刃呢 这也就是孔子的命运啊 或儒学的命运啊 因为你万刃 人家看不到你的好 所以人家就不会 想要跟你在一块 那加上后来的读书人 又把孔子的想法 讲得太死白 所以孔子的想法 就不会吸引人了 你万刃工墙 我根本看不到 你有什么好 你有没有好 我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说法呢 我觉得有时候 有这个留弊这样 好 孙孙五孙呢 毁众你 就毁谤了 说他没什么 子宫约无以为也 众你不投言 你千万别这么做 我们老师 不是你毁得了的 这个话呢 千古不变啊 他人之贤者 丘陵也 别人的好啊 就像一个小山坡 有可遇也 是你可以超越的 众年日月也 我们老师 就天上挂着日月 无可得而言 你是太空人 你试试看 你不是太空人 你根本就没办法超越他的 人虽欲自觉 即可上月乎 你自己要不跟日月打交道 那你家的事 日月照样照的 太阳依旧升起啊 多见其不自量也 完全不了解你自己 几斤重啊 我觉得这话讲得非常好 真的讲得非常好 众年日月月也 所以现在到现在为止 孔子教了很多东西 其实还是通用的 等一下我们会稍微讲到 这个陈子晴到底是不是成抗 这个到底是不是孔子弟子 这是有争议的 是不是同一个人 是不是孔子弟子 所以因为他讲这话 怎么是弟子讲的话呢 所以陈子晴为子公也 众你一起贤于子 所以你是 他是你老师 你才这么公斤吗 众你一起贤于子 他哪有比你好啊 子公也 哎呦 你别这么说 一言以为智也也有不智 言不可不慎也 你讲话小心一点 你讲出来 人家知道你这人没智慧 夫子之不可及也 由天之不可及而生也 他把夫子比喻成天 你哪个阶梯你上了天吗 我们老师就是天 夫子之德加邦于 所谓利之思义 道之思行 随之思来 动之思何其生也容其是爱 如此可及 他生的时候是大家都觉得他好 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悲哀 这都是夸张吹牛的 生的时候如果是容 怎么会周后列国没人用呢 死的时候是爱是真的 鲁埃公都来了 跟生也容这件事情是有争议的 这把弟子有时候捧太高了 捧到天上去 所以这是陈子勤跟子贡 那弟子这里面有一段 很长我就只讲了一个 所以弟子跟孔子的葬礼 孔子因为他们这行的人 儒家在当初都是搞仗 礼仪公司的 就仗仪社的 孔子死掉以后呢 就说那我们该怎么样祭拜孔子 该怎么变得对他 因为以前没有师生关系这一轮 只有父子啊或什么的 子宫就说在孔子那时候 在炎回仗礼的时候呢 就是上其子 我就把炎回当成自己儿子那样 所以穿只是他不穿伤服 不穿儿子死掉的时候的伤服 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个原则 老师不是我们的爸爸 但是我们把他当爸爸看 就是我们尊敬的人 所以我们也不服伤服 所以就是大家把他当爸爸看 你这个他的儿子已经死了吗 就是孙子嘛 他孙子大概要服孙子的伤服 所以你到葬礼去在台湾特别是 有机会看一下 那个不同的亲戚关系 穿的上服是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的 一般人跟那个家属 家属又有这个男性这边的 跟女性这边的不同 所以总而言之就是有这样 然后直下说这个叠可以 但是怎么样 在屋里面我们可以叠 绑个白带子 出门就不必了 这是一些他们商讨 怎么样弟子纪念老师的方法 子游就说了 怎么样 上朋友居者敌出者否 上属尊者虽敌而出可也 所以子家这么说 子游不同意 孔子之上是公兮赤 就公兮华 长殡葬燕 这个什么苏米三倍 侠一时又一称 家曹福一 冠章虎之冠 佩相还 这表示陪葬的东西 这讲得很细啊 近五寸儿 而这边是一个字 我没找到这个字 祖寿啊 就是这个有一些诗之品啊 同观四寸 博观五寸 这是孔子绝对不会同意的 这个 他不是这个身份 不应该用这种身份来葬 但弟子尊重老师 所以用的葬礼是绝对是后葬 是后葬 博观博是一种树 现在在孔庙里面也有一棵博树 说是先师直博 守直博树 那个树中 号称是孔子的 后来就葬于鲁城北的四水上 你现在到孔子的坟墓 到孔林区会经过一条很小的河 通常是干的 我去两次都是干的 那叫四水 上面有一座桥叫四水桥 长入地不积泉 而封为岩府之行 这到底是什么行我不知道 因为现在的孔子的坟墓 就是一个大门头 然后上面绿草如荫 就这样 比我爷爷的坟大多了 但是就是那样 所以没有什么岩府 像个斧头 可能像我们现在屋檐 或者在紫禁城或庙里面 那个屋檐的形状 看起来像是那样 可能原来是那样 那高士茨 然后树的松柏为至焉 所以古代松树柏树 都是在坟墓附近的 地址呢 所有的地址都家于墓 就在坟墓旁边 就足起家来 那时候也没有这个建筑法规 行新丧之理 什么叫新丧 就不是真的有人丧 但是你要把它当成真的 你内心要把它当成新丧 记账呢 有字燕果 河北省 现在河北省 来观者 表情看多有名啊 来参观了 孔子藏里 就是在子夏家就住下来 子宫为之曰 无益人 无益人之藏 圣人 非圣人之藏人 只惜观焉 子宫在人 孔子死后就很愤怒 对这个鲁白公也愤怒 对来观礼也很愤怒 习夫子人曰 见无封 这封就是那坟墓上面堆的土 若下屋者见若福者也 就像斧头一样 马列峰之为也 这个我们现在因为离的时代很远 不知道什么叫做马列峰 就像个马的谋嘛 今图一日三展板而以封 这到底具体什么意思不知道 尚行父子制而已 何观无哉 没有什么想看啊 你来看什么 不是我们的门徒要看的 二三子三年上币 因为三年之上 三年之上不是三十六个月 以前三年之上只有二十五个月 或留或去为子宫奴于墓六年 孔子比别人多一倍 子宫比人家多一倍 现在孔子坟墓前面 左前方 还有一个子宫奴墓处 可是已经是一个小专房 应该不是小专房 但是就是那个地方 之后群弟子跟鲁人 处于墓的儒家 就百于家 英明其局 孔李 或者后来叫缺李 就是那块地方 现在就是这样 后来弟子怀念孔子了 就是弟子绝父三年 三年身上相绝而去的哭了 大家就离开了 各父近哀或父留 唯子干 子干就是子贡 奴于总上凡六年 然后去 弟子及鲁人 往从总而加的百又于世 所以后来就叫做孔李 就那地方是因为孔氏的弟子 住在一起的 那鲁国事实相传 以遂时奉赐孔子总 遂时就是重要的节庆的时候 特别是什么比如说春节啦 什么清明啦 这样 诸如意讲礼相饮大赦 都是礼相饮酒礼跟大赦礼 孔子总 在孔子面前洗礼给人家看 就表示让你知道我们后来弟子 还在做这样的事情 孔子总大概一请这么多 当然这个是单位是都怎么样 跟现在就 因为现在经过文革破坏了 所以已经不太能够展现出孔子坟的原来的样子 故所居堂内的弟子内 寇施于庙长 孔子一贯秦车书 于汉两百年不绝 因为气候干燥 所以孔子的那都还存在在汉朝 两百年后都还存在 汉高皇帝就是刘邦 曾经到鲁国去以太劳 太劳是很隆重的礼 既是孔子 譬如好像马牛羊 多少支多少支或多少批 诸侯倾向志 接先业 然后从政 就是到了孔庙 孔子变成是一个重要的 超越政治的一个地方 这个 这是弟子还念孔子 司马迁的评论是最有名的评论 太史公约 师有之 实际上这么说 高山仰子 景性行子 你看一个高山 你再怎么看 都觉得要仰的头 然后这个景呢 就是很令人景仰的行为 也是很难追得上 虽不能治 然心向往治 虽然追不上 可是心中 是以那个为目标 虽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我读孔子的书 我可以想到他那样的为人 世鲁道路国关 重灵庙堂车拂礼器 诸生已时 习礼其架 虽知回流之不能去 就到那边去以后 一直徘徊的想着孔子的故事 想着那时候才两百多年 两百多年前 遥想孔子当年了 然后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 他讲的这事情就是因为天下那么多的贤人 当时则容 莫则已焉 有人生的时候有名到报 死的时候就没有人闻问 莫则已焉就没了 孔子是个不一 传十一世 他后来都有写的孔子世系 一直到孔安国 学者忠之变成历来汉朝的学者作为榜样的人 到天是天子王侯中国 这个中国显然只是当时中原的意思 不是现在意义的中国 言六意者 哲忠于夫子 最后都是以他为一个标杆 可谓至圣 我们现在叫至圣先师 至圣就是从这来 先师还不一定 我们现在至圣先师 那个匾在孔庙都有 是康熙写的 每个清朝皇帝都写 所以到孔庙去 特别是屈服孔庙 都是清朝的历代皇帝写的别 台南孔庙是历任总统写的别 你想知道台湾的总统有哪些人 你就到孔庙看一看 那个别都是总统写的这样子 那至圣呢 孔子一直有这个称号 可是先师不是 先师在唐朝的时候 指的是周公 是周公是先圣 反正就至圣先师或先圣 那边一直有改 然后一直到定调 是在康熙的时候